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末时间的晚上9点呢 为大家推出的今天大新闻 我是安华 今天呢 跟我一起制作节目的是我们的嘉宾呢 是陈奎德博士 首先请出奎德博士 陈先生你好 安华好 各位网友好 好的 我们今天呢 刚才导播说了 我们在场的这个观众也很多 我们在此呢 感谢我们的这个网友观众 感谢我们导播 也感谢我们这个所有关心和支持 这个明镜节目的朋友们 在这里呢 首先呢 把今天的这个我们五个题目呢 先给大家交代一下 第一个题目呢 就跟昨天一样 继续聊抖音 那么现在呢 川普要废抖音 微软呢 现在已经是考虑要暂停 或者说呢 是退出和这个抖音的这个交易 因为呢 这个交易呢 他是想进行拆分 抖音已经同意进行拆分呢 把这个字节跳动公司呢 和他这个脱离关系 然后呢 就卖给美国的这个微软公司 要价呢 是五百亿美元 但是呢 现在微软呢 也是犹豫了 那么稍后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介绍 第二就来聊一聊这个中共的高层的这个内斗啊 现在习近平和李克强之间的这种分歧是日益的明显 那么完全可以说现在是习近平要做梦 而李克强要拆你的梦 那么这个呢 就是目前的这个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个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那么第三 现在我们来看看就是 美国主导的这个盟邦啊 也就是反共灭共的这个盟邦啊 现在在逐渐的这个建构过程当中 那么日本现在是有意成为第六支演 就是呢 加入这个五眼的联盟 五眼联盟不仅仅是这个情报方面的这种共享 同时呢 也有要解决这个资源的这个共享问题 就是说呢 很多的这种对于中国商品的依赖过于 过于太巨大啊 所以说呢 现在要把这种资源呢 要在这个盟友之间进行重新的这种啊 或者说进行一番分工 在我们节目当中会有详细的解读 第四呢 就是有关这个中共这个军队的问题 那么中共的这个建军呢 刚刚是迎来了83年了 93年了 那么现在呢 习近平在继续的要喊强军 那么解放军到底是党军 国军 还是习家军 我们再会儿呢 陈先生呢 会给大家进行自己的这种分析和解读 第五个题目就是推迟了这个香港立法会的选举啊 那么现在呢 最新的这个报道呢 就是蓬佩奥国务卿已经是表示了严重的抗议 那么为什么要去推迟这个选举 昨天节目当然也聊到这个话题 但是呢 我相信这个话题每个人都可能和这种看法呢 是有不同的这种视角和观点啊 或者说这种分析和判断啊 陈先生呢 待会儿要给大家进行一番解读 比如说呢 北京或者是林郑啊 她的这番这个 一番操作啊 能不能这个如愿以偿 我们知道呢 现在这个林郑的这个表示 实际上让人觉得非常的牵强 那肯定是一种搪塞致辞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五个题目 先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 然后我们现在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题目 川普要废这个抖音 微软呢 现在也要退出这个交易 我们看看呢 现在是之前一直说这个川普说了话 然后说呢 第二天可能就会 发发表这个这个这个啊 这个命令啊 发布这个命令呢 然后呢 然后就让这个 抖音的国际版呢 在美国的业务呢 彻底完蛋 但是呢 这个目前还没有看到川普总统这个推文哈 但是啊 有这个知情人士透露呢 微软公司也就是要接手啊 接盘这个抖音国际版的 在美业务的这个巨头了 微软公司呢 在川普总统反对公司收购 这个TikTok之后呢 已经暂停了这方面的谈判 那么这个消息呢 是华尔街日报透露出来的 引述了知情人士的报道说呢 川普的声明使得抖音国际版做出额外的让步 包括同意在未来三年内 在美国增加多达一万个工作岗位 用这个来吸引川普来讨好 但是目前呢 还不清楚 这是不是会改变川普的立场啊 那么知情人士就说呢 这个抖音国际版的母公司 也就是字节敲动的创始人张一鸣呢 也同意出售他的股份 作为达成任何交易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呢 彻底撇得干干净净 让大家呢 彻底放心 和中国是彻底没关系了啊 那么这位知情人士也说呢 在川普做出上述宣布之前呢 正在根据讨论的协议呢 本来张一鸣还是会保留少数股权的 那么报道就说呢 微软和字节跳动之间的谈判呢 相信还没有结束 但是两家公司呢 正在尝试弄清楚白宫的立场 这个白宫啊 这个立场很难捉摸的 因为川普总统是一个 是一个口无遮拦 而且呢 是思维非常活跃的一位总统 那么他呢 很可能 前一天呢 说一句话 那么第二天呢 可能会有变化 我相信可能两家公司 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期待 那么川普总统前一天 也就是7月31号 曾经说呢 要封杀 抖音国际版在美国的业务 那么另外呢 路透社的这个报道的原因 这个知情人士报道说呢 这个在川普表代之后啊 那么字节跳动已经完全剥离了 这个抖音国际版在美的业务 以尝试保住和白宫达成协议的机会 那么之前呢 在这个川普做出宣布之前 那么白宫前天和字节跳动和微软等 抖音国际版的这个潜在的买家呢 进行谈判 那么这是一个 应该说这也是一个 目前呢 大家很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我想呢 现在请陈先生呢 来进行自己的这个解读 你认为这个川普啊 现在 是不是因为川普的这种强压 导致了这个抖音国际版 现在是他这个命运呢 更加的这个难以捉摸 而且呢 我们要知道 那么川普总统他是不是有可能 我想提出一个想法 就是说因为抖音的这个国际版 也就是TikTok的这个运用啊 那么他的主要的用户群呢 都是年轻人 而且呢 人数很多 在美国大概有8000万 那么这个绝对不是个小数字 那么这8000万当中 很多人是有投票权的 如果说把大家弄的这个 突然弄的彻底给完蛋了 突然一 那是不是会导致 他的这个选情受到影响呢 就这两个问题 是 我想抖音这个事情 涉及到的 确实就我的观察来看 涉及到的美国的年轻人比较多 比如像现在前一段时间要说 要禁绝抖音和微信 在美国的流行 现在微信看来这方面的声音比较小了 大概是 对我的观察过去 年轻人主要抖音用得多 但是一般的人 中年人也好 大多数人也好 过去微信用的时间很长了 对不对 而且主要是它是和 海外的华人和国内的家人 亲人和朋友联系的 重要的区域 所以这方面是不是有一些意见 有一些压力反映上去 说暂时 微信这个暂时不要动 看一看情况 抖音先动 抖音先动这个是可以考虑 可以理解的 第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 这个是涉及到国家的安全的问题 另外 我们也可以想象到 大家知道川普的第一次 就疫情之后的第一次集会 本来说是要有很多人出席 对不对 就是第一次在这个 在阿克拉哈马 阿克拉哈马 结果最后到场的时候 发现重要的座位中间控场了 都是原来订了票的 这些人没有来 而这些人大部分 很多人就是有研究结果 是说这些人都是抖音联系的人 就是说这一点 川普可以想象 他心中是非常的老火的事情 所以就跟抖音结架梁子了 这个抖音不是个好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 他可以操纵这样一个情况 居然可以操纵美国的选举的机会 可以在美国选举这么大的动静 这个我想 川普和好的方面的人 觉得这个非同小可 一定要把他扼杀掉 再说他是中国的公司 所以现在抖音现在拼命的下矮装 做各种对付 现在包括为什么微软 还有很多现在都停滞不动 大家来看 看美国政府究竟是什么意思 据我所知 好像美国政府内部是有两派不同的看法 就是说你像那个蓬佩奥 博明他们是主张 就是说就脱离了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 但是在拿挖洛 拿挖洛认为是要彻底的 不要去买他的 不要让美国的公司 像微软这些 把它收购过来 干净全部把它彻底的 消掉 你原来是抖音的 你就有原罪 拼命的消掉 所以美国政府的意见 现在还没有确定 是可能有两派人 不同的人员决策的 这个思维方式不同 而导致的 现在还没有最后定下来 这是一个说法 我想我比较相信这个说法 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说川普 马上叫停 说不能交易 怎么怎么样 是一个谈判的策略 他作为一个商人出身的人 他比较把这个 希望能够在美国的公司 能够得到更高的 要价等等 也有这种说法 但是我比较相信 前一种说法 毕竟这个要价的事情 我想这么大一个事情 影响了美国的这个 舆论市场 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 用那个要价策略来说 看来不是太像 不过我相信最后 抖音可能还是会在美国 我个公司 不一定是微软 也许是微软 也许还会最后的 达成某种协议 这个事情是很重要 但是我还是觉得 现在整个的舆论市场 整个的美国 把这个事情吵得太热了 是啊 我现在 因为现在美国对华关系 这个当然也是涉及 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关系 美国对中共政策的关系 最重要的两点 当然我相信 现在川普他们整个的 都是有一个正在争论 或者正在的后发制人 慢慢的 就是说有两个最大的 一个就是疫情的问题 恐怕还要对中共出众手 就是说这个很显然的 这个因为川普现在的 整个选情很明显的低落 如果没有重大的变迁的话 变化这个整个的 竞选政策的变化 那么非常的危险了 另外就是这个香港的问题 香港的问题 你看习近平还在这咄咄逼人 又把取消了12个人的资格 又是 同期就好 同期 推迟到一年的选举等等 这些都是记录整个世界 全世界在这些问题上 尤其是西方世界 是完全一致的 为什么在这些 这两个最重大的问题 可以造成更大的杀伤力 和更大的选情提振的 最基本的问题 就是而且舆论 是相当一致的 问题上不动手 有了这个香港自治法 有了这些东西 本来有这些工具了 你要制裁什么人 有包括那个 整个的这个金融系统的 提出出 中共有关的人员 或者机构 这些东西都是 在手上的 可用的 非常强有力的工具 在中共这么 现在还在这么猖虹的 在香港做事情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在这两个方面 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动手 现在 我的理解是 如果从好的想法来说的话 就是说政策是 这两个方面 我刚才说的两个重大的方面 是一定要动手的 但是它要留到最关键的时刻 就是说现在 有一个时间差的问题 因为大家知道 选举是有一个 一月接近的 临选的时候 大家知道 一个选举之前的一个月 经常是 对 那是要加速 而且这个冲刺的时候 冲刺的时候 如果是出了什么事的话 有可能就 逆转性的影响选 比如说2016年的 黑纳瑞和川普的 就是最后一个 中情局局长来说 对啊 那个调查这个问题 要列入 那一下子 整个对选情 有极大的颠覆作用 没错 我想有可能 是考虑的到最初 科米那个表态 彻底是翻转 是 所以说 很多问题上都是这样 你包括台湾的选举 那次陈水扁中枪案 就使得他那时候当选了 等等 Anyway就是说 我想可能是 因为 这是分析 目前的形势发展 除了是说 美国对中共的关系 这个事情外 这两者 可能联系得比较紧的 当然就是美国的选情 美国的选情问题 我想 现在是比较 川普如果是 他是比较的 他的顾问团子 比较 比较 有想法 而且我认为这个想法 一般来说 还是 有逻辑 逻辑性很强的 就是说 出后手 对中共来说 很多事情让 北京那方面 如果表演的过分了 然后美国再来 出非常重的手的话 他在舆论上 他在这个 整个的这个道义上 在国际舆论上 他会占先手 你是后发之人 反而会 去占先手 反而会 成为一种 更强大的 力量 能够 博转 我想这个 可能是这样 所以我对 抖音这个 当然 我觉得 恐怕最后 可能还是会 达成某种 协议 有美国的 一个攻击 我也有 这种感觉 我觉得可能 不至于 就是说彻底的 因为这个 确实 虽然这个事呢 不是一个 重要的一个 一个战略性的 一个事件 或者说 但是我觉得他 从一个局部来说 至少在这个消费群体 这八千万这个 订户 他牵涉的人数蛮多的 因为他比较多 而且那这个呢 一旦呢 他不仅仅是八千万 这如果说八千万当中 比如说我们 大概估计一下 有一多半的 比如说是年轻人 还有一小半 是成年人 比如说 那么这个 这个年轻人 他还有自己的 这个家人和妇女 所以这个都会影响到 潜移默化 都会影响到 这个选情 我觉得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川普总统 来拿这个开刀 如果说仅仅是因为 上次那个机会 让他确实很不爽的话 我觉得这个川普 这个我觉得 而且这一次 我觉得还有一个现象 我就觉得 陈先生就说 这次这个 疫情本身 我觉得是 就是川普 总统本人 乃至这个 美国的这些 这个行政当局 我觉得是落入了 中共设置的一个语境 和一个 一个思维 模式当中 就是说 好像这个疫情 就确实是 怎么这么严重 或者说呢 反而是 跟着这个中共的 这个调在跑 比如说要封城 要怎么样去隔离 要我们采取这种措施 然后呢 开始是这个 听了一番这个 通过和习近平先生 通了几次的话 然后呢 这个 而且一直是 这种 有人统计啊 就是 三四 二三四 三个月 川普总统赞扬 习近平这个 质疑的话 居然有37次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 就有点这种 落入到这个 或者说也不是 完全是一个圈套 但是就说 就是跟着 跟着他的议题 就走 就说被带偏了 节奏了 就说 本来这个东西 我 咱们两个 我觉得都有这种 感觉和认识 我觉得 真没有那么严重啊 这个东西 你说 你说 对 如果我们统计 每年的这个 流感季节 统计这个死亡人数 估计也很多呀 但是没有人 去做这个统计呀 那么现在 把这个就作为一个 好像就说 好像就是 吃多粪 你冒出来 这么一个病毒 然后就天天的 这个这个 我们盯着这个数字 现在看 都已经有这种 世界疲劳了 现在真的 我也懒得去看 这数字 没什么用啊 我觉得 这个东西 而且 的确 包括周围的 也听说 有这种 患病的 很多人就是 两三天就过去了 而且 过十四天 最后一查 阴性 OK 那么 如果说 我们就把它认为 是一个 如此之严重的 我觉得 这个对 这个美国 本身经济 这个伤害 太严重 社会 你说的这一点 是 这是对的 但是基本上 是这样的 这个情况 这个大的途径 是这样 本来 这个武汉 肺炎的病毒 出来以后 中共是处于 非常的被动的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事情 从中国那里发生了 其他世界上的 其他地方 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而且用了 强力的封城 开始又把 流量 医生 这些禁言 除此类的 大家看得清清楚楚 这件事情是 给中国大大的丢脸 而且大大的 这个在 不管是外交上 在世界的舆论上 在各方面 是 是中共 要大大的 十分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个疫情 所有的世界 都没有想到 是如此快的 弥漫到全世界 而且美国 是受灾最重的 很多人就把 习近平 是不是这个想 我想他当然是这个想 这个世界舆论也认为 他就抓住了这件 因为他 他用了非常强有力的 其他民主国家 不可能办到了 那些办法 来封死 然后他的这个疫情 当然他的数字 是不是真的假的 还难说 可能有假的 但是不管再假 他可能总的 死亡的数字也好 但是确实可能 没有美国多 或者怎么样 他就把整个群势 翻转了 他就想 习近平想 利用这个翻转的形式 世界其他地方 还在紧张的 应付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这边已经脱险了 我这边是 这好动 好时机 我可以来 向全世界 来开始 进行我原来的策略了 我原来的这个论述 你说我这个制度怎么样 我这个制度可以 防止运行怎么样 他把话语 本来是他最弱的 就是说事情从你那里发起 而且你隐瞒了疫情 使得向全国 全世界扩展 但是他慢慢把这个话语的重心 就像你说 把这个故事重新改写 是说不知道这个东西 从哪儿 天上掉下来的一个东西 然后来我们防治的最好 就是说只谈防止了 只谈那个怎么样防治 这个事情 我们中国防治的最好 其他的国家乱七八糟的 先看我们防治 他把主题 论述的主题 大家关切的主题 就改变了 本来大家清清楚楚的看见 这个疫情是在中国 在武汉 这样发起 慢慢再读到全国 然后再发生到全世界 这个是清清楚楚的 没有任何人否定 中国当时也没有否认 而且他自己武汉肺炎这些词 也是中国最先说出来的 武汉肺炎这词 像我见 这个中国的媒体是用我的呀 是啊 他最先就是他用的 所以他要把整个故事给改变过来 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开始 他最先发生嘛 所以他比较早的控制住了 所以好像造成了他的一个有利的论述地位 是而且企图利用这个论述地位 利用很多生产的医疗 那个口罩和医疗的设施 在中国是做利用这两个优势来 反而是他转败为胜的 成了一个好像大赢家 可以论述这个事情啊 这当然是这个现在 所以说川普政府要千方百计 把这个问题重回到原初的状态上去 说这个事情本来是不该发生的 因为现在就很清楚了 我们不管这个具体的来源 现在大家还在调查 但是这个发生在爆发在武汉 是清清楚楚的事情 最先爆发在武汉 而且这个事情对世界 而且武汉的这个中共当局的隐瞒 也是清清楚楚的事情 如果不隐瞒 现在各方面的医学 包括东南山 包括其他的人全部都说了 如果开始耽误了两个星期 之前就通告了可以人传人传 可以有95%的东西 这个传染源 传染的人数就会消失掉 也就是说只有原来 现在情况的5% 那么就可能被扼杀在摇乱之中 可能被扼杀了 也就是说本来不该发生的事情 在中国发生了 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是一个关键的论述点 第二个关键的论述点是 现在我们这个疫情 本身不该发生的 发生的我们刚刚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说 隐瞒这个 你明知道可以传人 明知道就是你故意隐瞒 和后来的政府的作为有错误 例如美国政府 当国政府开始是忽略的 有错误 其他国家政府有错误 这两者是都是错误 但是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错误 一个是有意的隐瞒 这个是杀人类 一个是说 全部疫情摆在这里 全世界都看得清楚 所有的资料都有了 我的处理不当 我认为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 其他的人说 其他的国家 或者其他舆论 或者老百姓 或者医务界 说这个很了不起 不非是这个意见之声 但是这个事情的真相摆在这里 没有任何人去隐瞒它 压制它 也不可能压制在西方社会 这和中国政府有意的 知道了这个东西 隐瞒它 使得这个扩散 这两者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这两个东西要搞清楚的话 我想 为什么美国 我想一定会在疫情问题上 还要做大文章 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刚才就是 这个题目 我们刚才就 现在说了 可能让大家 这个实际上还是第一个题目 就是说这个 感觉这个重点有点抓得不对 就说这个干嘛 老跟这个抖音呢 就过不起 就是说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疫情的问题 一定会提到 一时一时上来 因为全世界死了这么多人 大家这个东西 心结没有割下来 而且再说是 确实你中国政府 要有一定的责任 这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所以说 这一点的话 放心好了 一定这个疫情的意思 提到 而且有些国家 即使没有想美国 说得这么凶 但是所有的国家的招难 它会最后的 把这个事情 对中国的敌意 为什么这几年皮油调查 我们待会会谈到 或者怎么样 会这么上升 和这些事情 都有巨大的关系 特别是涉及到 很多人 增加性命的东西 一个人东西 当然你说的 我也同意 就是说 实际上也和整个的 舆论的渲染 有关系 因为所有的感冒 过去大感冒 这也是死了很多人 不过这个东西 因为是几百年来 都是多少年来 都是这样的了 死了人就是 无非是个 大家知道感冒就是感冒 无所谓 我病不好 生病死了 不是像这个瘟疫传播 这样听起来 是害人听闻的 这样一件事 这个是当然 确实是一种心理作用 就是现在的这种 大家这种 比如说这种 实际上现在有很多的 包括这种病例 这种 我们看到的这种 确实这个东西 是 它是有相当强的传染性 也有这种 这个致死 一定的致死 但是就说 是不是就严重到 一定要封城 封城 封州 对 中国情怀 到这样的程度 我觉得这个 让人 称谋结实 这个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吧 真的 就是说 当时这个包括西班牙大流感的时候 估计 也都没有到现在这种 全国的这种 武汉这种大城市 用中共那种办法 封城 封武汉这大城市 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对 而且是 我觉得这个整个其他的 据说 就愣住了 人们就属于一种 这种思维的一种 一种 僵死 就是说不出所措了 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所以就说 这个因为中国是第一个嘛 那么这个 给大家 还是有一定的 鲜肉为主的一种印象 就觉得 好像其实就得这样才对 好像就说 就还是挺厉害的 哎呀挺严重的 那么现在来看呢 你说这个大流感 每年好像也是 我看这个 我记得数据 大概一年 也有八十万吧 是是 对不对 那么 那么这个很多流感 也是因为 有这种基础病的 或者说有其他这种病的 人 那么更容易 死亡吧 那么这个也是同样啊 那很多这个身体好的 扛一扛 没几天就过去了 当然他也有这种 很严重的 我们不否认这个 但是就说 至于到现在这种程度吗 我觉得这个确实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而且呢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 就是个抖音呢 这个近抖音呢 那么就说 刚才秦先生的意思呢 就说 应该说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就说比如说 这个疫情的这个追责的问题 还有香港的 所以说那个 你刚才判断了 实际上我觉得 也是有相当道理的 那么就说现在呢 实际上你看到这个 TikTok美国公司的总经理 帕帕斯 Vanessa 他星期六 是在视频当中 已经说到了 就是说 我们将长期 在这里存在 继续分享你的声音吧 让我们支持TikTok 这是他的这个广告词 而且我注意到 现在这个 在这个 YouTube上面 这个 我们看YouTube时候 他这个 分享这个广告 这个下载 TikTok的广告 还多的不得了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 就已经表明了 我觉得他肯定是有一些 或者有一些默契 知道这个事情呢 那么就说 如果TikTok 就是这个字节跳动 你认怂了 或者说呢 你让步了 也就放你一条生路 就是说 让这个美国公司接管 就OK了 反正就以后就是 彻底的切割 你这个TikTok 就是一个美国公司 和你中国没什么关系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钱也 也不会断了 这个美国公司的财路 毕竟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财富 它还是有用户 8000万呀 你这个钱 你不赚 我觉得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 所以就说 我想我们整个看吧 因为就 抖音这几年 还是发展过 估计最后 还是会达成某种 是 例如说到 白宫内部 有不同的意见 我个人的 比较倾向于 就是宫克奥和 博明他们的意见 就是说 就美国公司收购 就可以了 就是说 无论 就把这个 不一定要 是说是 一定是 全部把它拔除掉 对 就是彻底 赶紧抓局 那么这个 现在呢 我们来进入到 这个今天第二个题目 好吧 我们第二题目 就是习近平 李克强的这个分歧 越来越严重 而且呢 这个现在习近平要 这个 继续要做梦 那么这个 李克强呢 就干的是这个 故意给你拆梦 这样的一种角色 我们看看呢 最新这个事态发展 就是有人 有人这个看到啊 这个 做了几种 分析和解读 就是说这个 在刚刚过去的 这个 这个北斗三号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这个建成和开通仪式上啊 又出现了一幕 就是说这个 有人说 就是说李克强 还是没搞清楚 自己的这个 摆正自己的位置 为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介绍的 这个当时呢 是三个常委吧 习近平 和韩正 那么这个刘鹤呢 是做这个主持人 相当于这个啊 这个 作为这个 这个开场的啊 那么他呢 就是说这个 前排做好之后呢 刘鹤就宣读了 参加仪式的 这个人员名单 那么本来呢 这个应该说呢 这个刘鹤是李克强的 这个下属啊 但是呢 这个还是 继续拍他的这个 习近平的马屁啊 而且呢 是羞辱了这个 这个李克强一番 为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刘鹤在念完 这个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之后啊 然后掌声就起来了 习近平站起来 然后习近平站起来 回礼 感谢 感谢 这这这这若干秒钟 然后才慢慢做下 然后呢 接下来念到李克强的时候呢 同样 展示成也起来了 李克强呢 正准备要回礼 战先准备回礼的时候呢 已经念到 很正了 亚科就没 没给他这个时间 反应的时间 所以说呢 这个呢 而且这个是全国电视直播 是啊 全国电视直播 是让人 这个很尴尬嘛 这也就是说呢 有分析说呢 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呢 李克强还是没有认清 自己的位置 就刘鹤念完 习近平的名字之后呢 李克强就开始整理西装了 满以为呢 还可以 也疯狂一下 挥挥手致这个意啊 什么的 结果连这个待遇 都没老饶 所以说现在呢 这是一个最新的迹象 那么这个 有关系的大家这种 所谓的这种 之前很多了 包括这个 这个 包括 六亿人 一千块钱 千块啊 地摊经济啊 还有这种 要 这个 这个 靓丽而行啊 意思就是说 别人 这个太败家了呀 而且 打币 而且是 没有地方发生 只是在国务院的 这个网站上 有他的全文 那么其他地方都找不着 都封杀掉了 等等 这一系列的 包括这个去贵州 这个考察 视察呀 等等 说的那番话呀 就要 要这个 应该吸收更多的 农民工来加入啊 等等 那么意思就是说呢 你这个经济 恢复的很不 很不是像你所说 那么回事嘛 所以说的都是些大实话 这个越说大实话呢 那么这 习近平呢 肯定就越不爽嘛 或者说 那明显就是 我说了这个 你偏偏要说那个 这不通标嘛 这谁都能听出来 那 陈先生 你怎么去解读啊 现在就这样下去的话 会怎么样 很多人在说这 北戴河时间啊 北戴河时间又来了 那么 我想 这个 李克强和习近平的关系 这个问题是 过去大家认为 这个问题不算什么问题 因为李克强开始是非常的弱势 被习近平几乎夺了什么权力 而且他也是好像是比较规规矩矩的 但是最近几个月一年以来 刚才你说的很多事情 大家都看清楚都说了 甚至这今天才发生的 一天前发生的 你个说 那是某种意义上是 在全国公众面前的羞辱 是一个虽然是看起来是一个 礼节性的事情 但是是一个一种政治上的羞辱 等等是非常明显的 这肯定是有默契 李克强和习近平 就要拉开你们的待遇 待遇不一样啊 虽然12号和1号的关系 但是 对 他们是完全不同的坐标了 大家看得清清楚楚了 李克强慢慢的浮现出来了 他是和习近平的方针政策 不完全是一样的 现在 最近几个月的发展 大家看得越来越清楚 这个是已经 无可否认的事实 再遮盖也遮盖不住的了 就是说是这样一个东西 这样一个东西 用习近平的话来说 就是说的 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这句话翻译成 真正的中国的实际语言 就是说 要搞清楚你是谁 我是皇帝 老师 其他的人都是一样的 你们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 和我这个核心 我核心就是 完全不同的 所以你要把这个位置摆清楚 皇帝和所有的城镇 你不过是所有的城镇中间的一个 不过排在前面的城镇 但是城镇就是城镇 皇帝就是皇帝 就这个意思 你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这个很明显 还要把城镇霸权的 皇权的心态 要来 来敲打这个 李克强 敲打全党 是这样一个东西 而李克强呢 当基于习近平最近几个月以来 连连失败仗 而习近平的执政 非常不得人心 所以他也感觉到 要把自己的某种 不同意的那个意见 或者不同的形象 表达出来 所以有了刚才说的 说诸总各种各样的行为 地摊经济也好 什么 你六亿人一千块钱也好 各种各样的 绷绷的 秀到全国人 你这么看 那习近平也不客气 你说地摊经济 我第二天 马上就给你压下去 就说全国不能宣传 而且蔡奇在北京 就说这个是 胡搞 是和北京的 真情不合 等等等等 就公开打脸 但是即使公开打脸 大家知道 还是有不断的 这个现象 不断的 那个刚才说的 各种各样的演戏 不同的角色 演不同的戏 这样一个 非常明显的 政治角色的不同 政见的不同 形象的不同 你要做梦 我要猜梦的 这个明显的不同 这个已经摆在了 全国的面前 当然这个 如果说到发展 这个事情看得很清楚 现在习近平 只加大了 对李克强的 明显的政治压力 要他摆在自己的位置 包括这个 刘鹤这个 这个做法 这个做法 当然不一定 就是说 你有习近平教他的 但是这个本能 心理神会 要做这种事情 所以这些事情表明 他们之间的 这个形象 代表不同的 政治形象 政治标的 或者是 政治路线 这样一个东西 已经是清清楚楚的 摆在全国的面前 大家都担心 这个事情发展下去 是不是会发展成 一个政治上的内斗 在我看来 在目前的 中共目前的 政治的 基本态势下 如果没有 重大的 政治变迁 就是没有重大的 再一次 重大的事件出来 习近平还会 加大对 李克强的压制 使得 李克强的 这个声音 或者是形象 越来越淡化 就是不像 在前一段时间 很明显的 是会这样 但是一旦中国政治 这个是肯定也会出现 一旦中国的政治 走入了越来越 凶险的境地 也就是包括 国际上的压力 国内的政策的分歧 各种各样 特别是国际上的压力 产生一些 重大的事件 的苗头 以后 这个两个东西 一定会浮现出来 一定会 就征照那个当时 当年的苏联 东欧的这个历史 境况 也是完全一样的 在这些国家 总是在第一把手 把第二把手 或者说平常 在大家看不见的 那个内幕 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析 都掩盖住的 在黑箱里面的 但是到了重大的事件 将要发生的时候 纷纷的出来了 就是不同的政界 特别是重大的 和第一把手 不同的 第二把手 或者是在明天 有广泛号召力的 政治人物 会一下子冒出来 而且冒出来以后 很快的集结政治力量 会成为某种 派系的 这个非常恶斗 派系的这个 非常白热化的斗争 那要到了 某种历史关头 现在 黑箱已经慢慢 争取到这个地位 也就是说 在这个派系 就是说重大的 重大的历史决战的关头 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李克强争取到了一个 什么位置呢 就是争取到了一个 他不被习近平 像对待其他的政治对手一样 或者其他的不听话的 打扎一样 用反贪啊 用其他的什么不忠诚啊 或者用等等 对那些人的名义 把那些人整肃下去 李克强已经 免除了这样一个地位 也就是说 习近平不可能用 整肃他过去的 这些全部 才下去的很多 包括国安局的 那个副局长 很多很多人的 那种惯常的整肃方法 来整肃李克强了 这个已经办不到了 如果他要做的话 恐怕引起党内的大红 内红 他没有办法做到 这一点是李克强 最近几个月来的成就 虽然他受了很多憋气 但是他最近几个月来 频频的冒头 说出一些不同于 李克强的话 或者说出一些猜谋的话 他能够树立了这些形象 而且没有被压下去 但是他在这一段时间 李克强 习近平我相信会 更加大对他的压力 让他想归归距离 回到一两年前 那个李克强的轨道 但是我想习近平现在 也做不到这一点 就是他会压 但是李克强也会 找个机会来反弹 这个模式将存在下去 压力虽然会越来越大 但是李克强还存在 而且李克强不可能 被他消除掉了 像对待其他政敌一样 消除掉了 这个是很重大的一个政治深究 这是目前中共的政治态势 到了这一年或者半年往下走 我相信中共还会发生重大的 中国政治上 中国特别是内外关系上 内政和外交的关系上 还有中国的这个内部的势力的消长上 还会发生一些重大的事件 等待这个重大事件出现以后 一个像有可能 现在已经奠定了某种可能性 一个像有可能成为某一个党内派别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一个旗子 这是这些事件赋予的作用 原来都说习近平他已经把整个党内已经清空了 已经彻底的清洗干净了 只是一问独大事 看起来前一段是这个情况 现在也大体上是这个情况 但是李克强的出现 使得这个情况已经不这么完整了 不这么完满了 到了真正的出大事的时候 这个符号会立起来 而且很大的可能上 以李克强为旗帜 这是李克强在最近一年左右 或者半年左右 他获得了某种政治成就 有可能成为一个派别的领袖 一个派别一个势力的这个共主 这个是很明显可以看到 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他的某种成就 当然这个成就是和党内的一些人的牺牲 和一些人的努力的 像习近平切割分不开的 包括一些牺牲的人 包括是任志强啊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人 都看得出来的 整个的局面就到了目前这个局面 目前这个局面 李克强已经慢慢的起来了 他在政治的光谱里面 虽然还是离第一号光谱有一点差别 但是他毕竟是两个光谱了 不是一个独大的 完全雄霸一方的标准 这是中国的政治生态最重要的一个变化 是一十九个月了 所以我们值得关注往下的发展 再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说 现在习近平先生呢 还在继续的这个 这个权力的这种运作 包括这个把这个中纪委的这个 和国家监委的这个 机关的这个党委书记的这个 这个职位呢 给了自己的这个大命 以前的大命啊 这个李叔的 再加上呢 现在还有这个杨晓豆做一个副手 也据说呢 对这个赵乐际呢 他做这些方面是一直在做的 而且他这个手段非常多 因为他是我们原来说过 他是加成了 是统计工 那是可以做这些事情 但是这些事情我想 对于刚才我说这个大局 已经影响不到了 就是说不可能 他用操作同样的方法 来操作李克强 现在办不到了 除非是你要 你要的激烈 这样反而呢 就是说大家都都明白了 都这个关注了 反而他就安详 实际上对李克强来说 是一种安全 对党内党外都关注了 这个是很大的安全 国际上开始也关注了 我们要注意 将来一定会有 国际上的力量 也会包括舆论 或者甚至有些人 早就来说 包括川普总统 美国政府这边也好 包括蓬佩奥的讲话 甚至有些人都认为 有些方面的话 就是说给中国党内听的 包括他把习近平这样点出来 就给提拼一个人 他是什么什么 极权主义政策的 中式执行者 等等信奉者 这些都是 向中共的党内 反话的一些标志 所以我们拭目以待 我觉得国际国内 各种力量 现在也都看到这个状况 所以这个 由于这些力量的存在 使得习近平对李克强 要动手的话 也是越来越难 虽然他现在不压迫 但是非常难了 好的 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来聊聊 第三个题目 这个五眼联盟 会不会变成六眼联盟 这个五眼联盟啊 现在吸收这个日本 这事看来还真是 日本有这个想法 五眼联盟也欢迎 那看来这事很快就成了 那么这个扩大呢 肯定是为抵制中国 那现在就说呢 这个习近平今年 今年这个对外啊 那么也是这个 这个 仇云惨淡啊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可以说是 毫无这个进展 本来是四月份要访日 哎 结果这个疫情啊 或者说弄的是整个这个态势啊 推迟到明年 看来明年可能也要黄掉 推迟基本上就已经 实际上就不可能了 到现在 就是基本上要黄掉了 就黄了嘛 就搞黄了 那么这个现在这个五眼联盟 那么大家知道这可不是一般的联盟 这是带有这个血缘关系的联盟 美英加澳新 这五个都是这个英语的国家 普通法国家 都是从英国来的 说白了从 这个根都在英国呢 都是中国的使命地 是 那么这个五眼联盟啊 把日本能加进来 这个对日本来说确实是一种极大的信任 或者说也是一种 对他的一种肯定 而且呢 现在日本本来认为这些政务 包括安倍啊 也好 包括这个河野杨平 这个河野太郎也好 河野杨平的这个儿子 那么这个 他是既做过这个外相 也做过这个防务相嘛 那么现在这个结果恰恰是 现在呢 这个日本方面这个表态啊 现在让我们很很 还值得玩味 我觉得这个呢 一方面他说是这个 要扩大到这个 从情报合作 扩大到这个战略经济合作 也就是说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刚才点击的时候我也提到 因为这个全球疫情呢 加剧了五眼联盟 对战略物资供应依赖 中国这个担忧 而且呢 这个中国挑战呢 让日本的在西方的 这个联盟中的重要性 也更加突出 就是日本呢 现在呢 我感觉他也是乐见其成 我觉得呢 还是这个 能有这个待遇也很好 但是我觉得日本 到底能不能就是说 那么死心趴地的 就是真的是 跟其他这个五个国家一样 我觉得我还是要打问号的 因为日本呢 他还是有自己的一种考量 在其中 那么这个现在的西方 这个和中国脱钩的这个 这个想加速这种各国的 这个英国的议员啊 一些中右翼的议员就说呢 这个联盟考虑纳入日本 而且扩大了这个 相对经济方面的合作 比如说 关键的一些矿产资源呀 医疗用品啊 我觉得这个矿产资源 和日本没什么关系啊 对不对 日本没有什么矿产资源 它都是基本上是进口啊 所以说你说这个医疗用品 可能还比较靠 所以说呢 现在这个和野太郎呢 他是这个上周 在一场这个 中国研究队会议当中呢 提议 他提议要加入五眼联盟 然后日本成为第六支眼 他说呢 如果五眼联盟邀请日本 加入日本会欢迎 那么这个 有旅日的这个 中国问题学者呢 表示呢 日本虽然因为经济因素 和中国交流密切 政治方向呢 肯定是倾向西方阵营的 也随守民主自由的 这个价值体系 他说到呢 意识形态的问题 历史战争的原因 包括对西方技术科技的依赖 还有长期合作的关系 那么导致日本是更倾向 西方的阵营 这点我相信毫不 毫不怀疑 那么这个位置呢 是坐得稳稳的 那么英国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 图根塔德 那么他对这个提议表示欢迎 那么卫报 英国卫报报道说呢 他说呢 这个五眼联盟过去数十年的核心 是情报和防卫上的 我们应该关注那些 我们可以信赖的伙伴 加强我们的联盟 而日本在很多方面 是重要的战略伙伴 我们应该把握一切机会 和日本更紧密的合作 所以说我刚才说到 原本是4月份 习近平要访日的 我们说到疫情延期延期 那么日媒分析呢 现在的这个局势啊 中日已经是缺乏互信了 所以说呢这个 机会啊确实有些时候就是 也是很捉弄人的 那么对习近平来说确实是 做什么事什么事不顺 所以说呢今年呢肯定是今年访日就基本上化汤了 以后能不能访呢 那现在又要重新考虑了 所以就说呢 日本呢也在考虑自己的利益问题 因为首先地理位置和中国太近 和朝鲜也近 所以说呢这个就有一些不安全的这种因素在其中 再一个呢钓鱼岛的问题呢 日本不太可能像英美国一样的 所以说等等这一切呢 不可能就是说完全的像美国英国一样啊 对这个在人权问题啊香港议题啊对中国强烈显得 我们知道前几天吧这个日本还是避免是直接批评吧 对吧 对吧 害怕这个啊触动什么敏感的神经啊等等 那么据说所以说呢他就认为呢就说 西方五眼联盟把日本拉进来作为对抗中国的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对手啊 恐怕还不至于 我也这么看 我觉得这个日本比如说在这个六四之后呢 最早这个打开这个实际上就废了这个对华制裁 实际上就日本了 所以最早他先进来 所以说这个 而且现在呢 这个五眼联盟这个把日本加进来 那么对其他盟国 怎么来摆平这个关系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一点 陈先生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现在看来呢五眼联盟和日本的关系 现在就是说你有情我有欲 也方面就是看来是会成为六眼联盟 但是当然我也相信 日本不可能和五眼联盟的其他五个国家一样 嗯 实行的对对华的政策 对中国的政策 是完全一样的 日本有自己独特的 他自己的独特的历史 和五眼联盟不同的历史 和中国的文化的那个历史渊源的关系 和日本人比较不大 起码在 基本的那个价值观上 他不是说这么彻底的 就是说和中国缺过开来 所以说刚才你也提到六四之后的情况等等等等 他对这些原则性的问题 没有像西方国家 没有像五眼联盟这些国家这么 这么坚持 这个当然都是将来肯定 他的表现的方式 肯定和五眼联盟其他的国家不同 但是我相信 但是目前这个大势所趋 美国 包括其他四个国家 都需要日本这个盟友 因为他靠中国最近 他的观察也最仔细 而且在战略位置上 在这个地缘政治的位置上 非要有一个五眼联盟 这样一个重大的联盟体系 非要有一个和中国接近的 而且可以制衡中国的 在地缘政治上 包括军事战略上 包括安全问题上 都有相当大的制衡作用的 这个国家参与 这个是他们互相的要求 都有这个需求 而日本需要五眼联盟 这个加强了和他的联系以后 他成了六眼之一以后 他的安全度 他对中国的态度 他和那个朝鲜问题的这一堂 他的自我的安全感也提升了 这是双方都有需求 所以说 你娘有您 我有娘有情 我有意 这个是肯定是 看得起来的 关键就在于 这个 大家要清楚 很多国家就觉得 很多包括朋友觉得 这五眼联盟 把日本拿进来 而没有拿西方的最 这更继续的国家 法国 德国等等 为什么 我这里要 首先讲一下 五眼联盟 和其他的西方民主国家 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大家注意 我们当然大家都知道了 这些五眼联盟 都是说阴影的国家 实际上某种意义上 除了英国以外 其他的国家都曾经是 英国的殖民地 其他四个国家 美国也是 过去也是英国殖民地 然后才是独立战争 所以说 他有非常重大的历史联系 和非常重大的价值观的 根深蒂固的联系 就是说 他们都是实行普通法的 要注意这点不同 这个法律体系都不同 他们是使用普通法 就是案例法的 他和这个欧洲大陆的国家 实行大陆法体系的 是完全不同的 虽然是说 这两个法体系 都在一个民主体系里面 都是可以工作的 都是可以运作的 但是在我看来 普通法体系 那就是对人权的保障 可能更为切实一些 对于个人的人权保障 而且他有比较 相当强的历史传承性 所以这个实际上的 欧陆的那个大陆法体系 在某些方面 我们看到二战以后 包括这个德国的 这个法律体系 大家看到很多输入的内容 都是加入了英美的 普通法体系的 有些要素进去的 所以说 这个是非常重要 我经常说的 你不要看西方国家之间 民主国家之间 也是经常吵吵吵吵吵的 互相有国家利益的争执 有各种各样的争执 但是一旦重大的危机 重大的决战 重大的决战 重大的抉择 需要划奔的时候 那么民主国家会站在一起 这是没有问题的 要和其他的专制国家 极权国家对抗 还有一点就是说 在民主国家内部 也要分的 也要所谓的过去 甚至南英河体系 是大陆法 大陆的体系 和英美的体系 这个案例法的体系 和这个大陆法的体系 这中间也不同的 所以到了生死交官的时候 我说请你们注意 平常大家吵得 稀稀攘攘的 包括说英语的国家 普通法国家 这些平常也是 很多国家里吵 但是在重大的生死关头 例如战争 例如重大的 涉及到这些利益相 对生死攸关的时候 这些国家 这些普通法的国家 这些五眼联盟的国家 一定会站在一起 他这个联系 他这个精神上的 价值上的 政治上的 这些联系 军事上的联系 一定要超过 平常的一般的民主国家 例如 德国 法国 德国 法国 对 和英美的关系 他就会 和五眼联盟的 其他国家 和美国的关系 就不一样 就要差一些 而且 大家也看到 上次的世界大战也好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好 这个中间的划分 五眼联盟的国家 都是站在一起的 都是站在一起的 冷战也好 什么重大的这些关头 都是站在一起的 所以这点 非常重要 所以 但是这次 现在的对手 是中国 为第一对手 然后日本 又处在这么重大的战略位置上 把日本拉进来 对五眼联盟的国家 对整个西方的民主体系 是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所以把日本拉进来 而且日本这个国家 它只要是 尤其是二战之后 它有了和平宪法 它在这些方面 它会 非常的清楚地 听从美国 等这些国家的 基本的旨意 所以说在这些方面 它是不大可能 有任何的判例的表现的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步骤 是必须要走的 而且是目前看来 是一定会这样下去的 六眼联盟 我相信会 一定会成立的 只不过在日本 我们也不能过 希望过高的是 日本在里面的表现 肯定和其他的五眼联盟 其他五国家 还是一样的 它对中国的态度 可能从长远来看 它还是会比其他的国家 要稍微缓和一些 其他五国家 它毕竟有 各种历史文化的 联系和纠缠 等等等等 我想这一点是 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的 所以要注意的是 民主国家 是一个阵营 可以对抗专制国家 或者是极权国家 但是民主国家里面 更抱团的更紧的 就是所谓的 普通法系的国家 这些国家 也就是五眼联盟核心的 这些国家 会抱得更紧 过去还包括香港 新加坡 香港这些都是属于 普通法系的 但是香港现在 你看 现在被中共弄过去以后 为什么会 我相信下一步 香港的问题 还会激发更多的 这些西方国家 特别是五眼联盟 更多的反应 这个是很明显的 等等 所以说这个是 非常重大的一个事情 大家不要轻忽了 这个日本进入 五眼联盟国家 也就是说 这个盟国体系 就要建立了 而且大家知道的 在前一段时间 大家都非常灰心上气的 认为德国 是一个盯制户 他就不买你的账 不买美国的账 我就是要和中国 做生意 现在看来德国 在引渡问题上 不得不加入了 和其他的五眼联盟 已经进入了 法国不用说 前几天就已经 法国不会对香港问题 做事不管 也就是说 基本的联盟态势 已经在形成了 最后的丁子户 德国都加入了 所以说 中共就想在西方国家里面 要打入缺子 然后再分化瓦解 这个基本上 在目前的态势下 起码在目前 这几年的态势上 如果习近平 还是当政的话 是没有戏的 他基本上是 这个联盟只会越扩越大 而且越加越紧 这个形势 我想是非常清楚的 日本正是加入五眼联盟 这个世界 我想是一个标志性的世界 对于西方盟国 对于中共的态度 开始逐渐的统一化 强硬化 这个是一个重大的 以陈飞式的世界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说能不能 就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就是说这个把日本拉进来呢 本来这个五眼联盟 应该说是西方民主国家的一个核心的核心 这样一致 那么把日本拉进来呢 一方面和中国还有一些这个缘缘 在一些关系方面呢 是不是也是可以作为一个必要的时候 可以作为一个 这个牵线的或者说呢 就是说中国最先联盟 如果要和中国谈什么事情 既然有些事情找日本去谈 日本谈可能就比较容易能谈 谈成也容易能听得进去 那么这个 我想这些考虑可能都存在的了 我想这些考虑都存在的了 因为虽然是日本和中国近百年来 有两次战争 包括甲午战争和这个什么抗战争 有这么大的伤分 但是从历史上来看 毕竟几千年的传统 两千年的传统 这个日本和中国的这个历史关系 就作为一个共同的所谓的儒家文化圈 或者说汉制文化圈 这样他还是有一些 理解比较容易一些 和西方人对中国的理解比较容易一些 比较对日本人的情报 对中国的了解 也比西方的国家 有时候还是有点合 但是日本对中国的体会 就比较的更近一些 或者说更容易了解一些 它是有这个因素存在 我想在日本作为一个先头军 要对中国的采取某一措施 包括要谈什么问题的时候 有些事情用日本出面 说不定会取得比较更多的一些效果 这个就是说您刚才说的法律体系 那也是日本它也是一个 本来它这个日本这套法律这个框架 就是用这个德法 德法社就加上去的 对 那么后来呢 二战之后呢 又加了很多这种普通法系的海洋法系的 这就尤其是 它是要和这五眼联盟 在法律体系上接规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它和欧洲大陆不大问题 接口 就是说已经有这个接口 所以说这个 它的这个 日本的这种 应该说在西方国家当中 也是处于一个 一个比较相对比较超脱的这么个位置 就是说它两边都有这种一定的关系 所以说这个 现在反而显示出了日本的这种价值的独特性 那么这可能也是这个安慰 而且你要注意到除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和调起来对美国的那个战争以外 过去日本和英国的关系是非常特殊的 也是非常好的 为什么 英国和日本有一点很像是都是两个岛国 两个岛国 两个岛国 而且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也是非常的先进 日本在亚洲和英国在欧洲都是类似的地位 都是起了带头羊的作用 对 而他们作为一个岛国 他知道自己的强处和弱点 而且就和整个大的州 就是这个大陆要划分界限 他英国在欧洲也是 他总是虽然是引领欧洲的很多事情 但是他又是愿意若即若离的 对欧洲有点距离感 对 我是所以说才有这次的脱欧这个行动 所以他过去的欧姆中间也是老是 就是若即若离 有点离心离德的那个感觉 日本在亚洲也是 他要脱亚入欧嘛 他整个的 所以他后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日本和英国的关系也相当特殊的 相当好的关系 托尔达二战役中间 其他的时候都是相当好的 他日本学英国的学了很多东西 所以他那个政治智慧啊 或者各方面的情况 有些方面包括外交智慧和英国也很多相似的地方 嗯 好的 我们今天这个第三题目就到这儿啊 我们接下来聊第四个话题 军队的问题 军队这个建军93年 现在呢习近平又是两次呢 对这个军队的这个所谓这个强军呢 发表的这个指示 一次是在这个去吉林的时候 7月23号 一次是7月30号 又开始这个这个这个 又学习了 又开始这个 在学习会上呢 又发表了一番讲话 我们看到呢 现在就说这个 现在的说法呢 就是说 应该说呢 这次的这个强军的这个讲话 它是有针对性 那么就说 现在他讲到了这个 所谓这个政治建军 改革强军 人才科技强军 依法治军 等等 那么这个就是要把这个 所谓提出啊 这个强国必须强军 军强才能国安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就看到呢 这个实际上啊 现在这个军队的对这种 这种 它的这种掌控啊 是不是就说 像之前那样 我觉得他还是有一定的这种 考虑在其中 就是说呢 他这个7月30号 这个他是这个政治局的 22次基地学习嘛 重点就是加强国防和这个 所谓军队现代化的 这个建设 那么他讲到的 就是说 要表明啊 国防和军队建设 这个 这个 中共官媒的解读啊 就是说呢 是在党的领袖 军队统战中 占据极其重要的分量 同时也表明了这个 国防和军队建设的 极端重要性 那么他这个 习近平就说呢 这个 坚持着发展 这个所谓这个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啊 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 必须统筹发展 安全 富国强军 确保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建设 这个进程啊 和这个 国家 现代化进程 相适应 军事能力 同国家战略需求 相适应 等等 那么这个呢 这一系列的表态啊 就是说 是不是拿着这个军队 现在是 来这个壮胆啊 威胁其他的政敌啊 或者是 威胁其他政敌啊 再加上呢 这个现在这种 还有对外关系的事啊 主要是对外关系了 那么现在就说 这种目前的这种 内外的局势啊 对他来说 这种压力呢 包括这种 现在这种 过去那种 所谓这个深挖洞 广急粮啊 又开始了嘛 大城市都开始 这个 做这个空房 这种演习啊 怎么样 这种告示啊 怎么样去钻 这个防空洞啊 等等呢 这些都 消息都传出来了 这都是 这明白无误 这都在做的事情 那么 那么对于这种 所谓搞这个内循环啊 那就是意思就是做这个 实际上就是 说好听点什么内循环 说难听点 那就是关起门来搞建设了吧 那就是自成系统嘛 不和你外面打交道都可以嘛 那么就是 就是这个用意在其中 那你怎么看 就是这后来 那现在就是 以后就变成这种 它到底是一个 所谓这个党的军队呢 还是 人民的军队呢 还是就是军委主席 这个习近平 个人的军队呢 习家军呢 你怎么看 目前中共的 对所谓的军队这个强调 刚才你说的 就是所谓抢军啊 这位习近平又发表文章 又讲话呀 还有就是最近 还要在宣传部门 又放抗美援朝的电影 对对对 又开始等等等等 他都要制造一个战争气氛 当然目前他制造战争气氛 大家也是可以想象的 因为现在国际上的压力很大 在南海 美国的两个航母 舰队演习 可以包括在南海 各种各样的动作 还有台海 甚至在钓鱼岛 都有各种各样的演习 他现在习近平就觉得 现在受到的国际上的空前压力 特别是美国的压力 在这个情况下 他觉得如果是美国 对我们也没什么其他的办法 我想他的思维是这样的 用他们的那种思考方式 秦一平这种的智商 他思考方式 美国人 你看我香港 我就国安法了 你又怎么样 你不可能在香港来打仗吧 对不对 你不可能是说直接的怎么样吧 那我就 你直接插手不可能 而其他的方面 包括疫情等等 你要我赔款 我不赔 你有什么办法 所以他想的是最后 美国人一定要用最最后的办法 就是战争的办法来压 压制 就是说包括南海是最好的出手的办法 日本美国人最近也讲了很多 关于南海的话 南海转变立场 支持南海国家的伸索权 反对中国的 对南海周到的 包括南海海域的 主权伸索等等等等 这是大转弯 习近平觉得 就是非常的危在旦夕了 特别是南海的 那个自己人工造的岛的 上面的军事设施 你自己在2015年 本身就和奥巴马 信誓旦旦的保证过 结果你搞了 那美国有充足的理由 一个是仲裁法性 认为你没有任何的合法性 在这个所谓 深所主权的问题上 完全挫败了 在法理上 第二个 你自己说过的话 说不搞军事法 现在你马上就搞了 所有的这些 给美国提供了 强有力的 国际政治 国际法的 法理依据 和道义上的依据 使得它 可以动手 甚至把你 现在的 我听的说法是说 限令 美国国分部长 要到中国去谈 要谈什么东西 恐怕很大的 除了防止 插箱走火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这个军事测试 要测掉 如果不测掉 那就我们来测 那意思就是说 限期在你九月份 什么什么时候 看到了消息 我不知道这个消息 是真的 因为这只不过 是传出来的消息 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是很明显 习近平也感到了 巨大的压力 就是他在南海的 军事设施 因为美国要 销售你这个军事 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你摆在路天的 你一般不走 又不像航空母舰 又不像潜水艇 沉着海的 所以非常 是不是后续会引起 这种 比如说是类似于宣战 这样的这种 对 就是说要 大家要讨论 你自己自动扯了 大家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如果你自己不测 那么对不起了 我们要按 根据国际法 根据那个 东裁法庭的判决 根据什么什么 你刚 当年那个炸馆 99年炸馆的时候 那么那个炸馆 还可以用这个误炸来解释 那你 你这次要把 比如说这个岛礁上 这个军事设施上 那肯定不是误炸了 那肯定是有一炸了 那就是说 他有一炸说 我有一炸 我有法理根据 你那个 仲裁法庭 海牙仲裁法庭 有这个判决 你没有任何核法权利 没有任何核法权利 可以占据这个 这个 第二个 你没有 你自己说过的话 你要不要算数 两个 一个道理上 一个法理上 跟你同时就 我动手是有理由的 而且这个 这次就是咱们上次 也聊过这话题 就说这一回台湾方面 这个动作呢 我感觉就是说 这在给这个 有点添乱 对呀北京帮忙 他这个周末就是说 蔡英文他们这个东西 你这个东西就不发言好了 因为他觉得 因为这个是涉及主权 所有的国家这个领导人都知道 涉及到所谓领土主权问题 这个东西 如果你原来说过这样一套 你也要想放弃 原来说过的话 这个东西 没有在任何道理 政治道理上 对民族主义的话 对国内的老百姓能交代 所以蔡英文政府 可能是想要过去说过的 这些导教是我们中华民国的 就是九段线一号 当时十一段线 那么我们还得坚持这个东西 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情况 现在既然有仲裁法庭出来了 那么这些导教的这个 包括主权归属 领海的这个国际自由通道 这些事情 要和其他的周边国家来谈了 你不能是说 你过去这个东西 我就是永远是 当时这个二战 你的时候 那个随便说的一句话 花了几个条线 就能够完全的在法理上 就是我的内海了 这不可能的事情 不管你是中华民国的内海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海 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要重新谈判 但是他们想到 这个在国内的民意 要引起极大的反对 所以他又说一下 我觉得你不说好了 现在正在和中国和美国 正在这么强烈对峙的时候 你这来说 你不是脚浑水吗 所以说这个事情 我觉得他们是考虑欠土 当然他这个放弃 要他自己否认 过去说过的话 那是不答应 也没人问你 就说你要不要 对不对 那么就是说 他这是主动帮忙 那种感觉 就是主动发生的 哎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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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声音没有了 哦 有了 现在有了 刚才听到你的声音怎么样 这感觉就是有点像这种 自己在这 明明和台湾没有多大关系 就是说现在也没人问你 你怎么看呀 这个时候他主动要说 你看你看 我不行 我这个东西 我认为是 这个属于是 这个土华民国 这是我们的 你这一说实际上就 因为这当中有一个重叠嘛 有个overlap的嘛 他有个继承的关系的嘛 你就是包括这个 中共他也是说 你这个九段线 这个十一段线 原来就有 从中华民国继承过来的 从中华民国来的 那这个我是这个继承了 这个民国 所以我说我也认这个 得 你说你这个 这就是让这个 可以说让这个努力啊 是大打折扣 不是一般的打折扣 而且你正是台湾 现在是正是需要 国际社会强力 因为中共很可能 要在台海挑事 他南海不好挑事 南海他力量太不足了 台海他的 他的军事对峙的 那个不像 南海这么劣势 台海他因为近嘛 他占有某种地缘上的优势 所以说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台湾当局 关于这个事情 要认真的 要重新反思一下 这个 你现在是自己国家 受到如此大的 威胁 把人家被中共占领 或者是 那个挑选 挑战的时候了 你现在 来说这种话 你起什么作用呢 你说 你不是说那几个岛的问题 你整个国家 都有生死存亡的问题了 你现在说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非常不明智的 不大明智嘛 起码的时候 在外交上 在地缘政治上 都不大明智 是 所以现在有人说 这个中共在掀起一场 这个低烈度的 或者说呢 就是说这种 低调的 比较低调的 这种抗美的社会动员 那么现在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些 包括这个抗美援朝纪念馆 拍摄一些这种 为一些拍摄这个 抗美援朝题材的影视片 开绿灯 等等 那么这都已经是 过去都是2000年时候拍过 结果是后来是始终没让放 因为当时是考虑到这个和美国的关系 那么现在呢 这个不仅让放了 而且是说 还要拍新的这些片子 包括这个宣传也好 这个纪念馆重开啊 这个军伯和这个丹东的 这个两个纪念馆都要开 那么就是这个 这些做法呢 似乎就是说 但是呢 今天还要纪念的 就是说所谓这个 朝鲜战争爆发 70年 70年 所以呢 而且还向这个社会征集 这个所谓抗美援朝文物 实物照片 影片等等 你现在 现在做这个抗 他原来都准备把 抗美援朝这个事情 低调化了 因为很多人以前 中共都知道 因为这个 他们内部都承认的 完全承认的 包括毛泽东 还不是后面的 这个抗美援朝 根本就是被斯大林所误导 那 斯大林把 让我们 让中共去 火中取栗嘛 让中共去 结果中共 当那个 抗灰的 冲在前面 对中共的利益来说的话 台湾是 永久的 你不可能了 你不要想了 就是说这个 第七舰队 在台湾海下 一弄的话 当时就是说 是当时是中共 用中国共产党的 立场来说话的话 就是说 你中共 这一出兵 使得你自己国家的 所谓的 你自己认为的 你的领土 台湾 就永久的 不属于你了 而你自己在 朝鲜打了场战争 自己没有得到 一丝一毫的好处 还牺牲了将近 一百万人 九十多万的 总共的 有些说是五十九万 但是内部的 资产说是九十多万 中国这么多年轻人 被埋葬在台湾 埋葬在朝鲜 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最后养了一个白眼狼 后来还不断地 要拿钱去养他 而且不断地还挑衅你 因为在核爆炸的时候 中国当时也是非常 老陆 对北韩的挑衅 总之来说 那是一场非常的滑不来的 非常的愚蠢的一种 受到斯大林的 那个填薄 当然 毛泽东也有 就是这个 投名状的含义 就是怕斯大林不相信他 要加入共产党主义阵营 加入社会主义阵营 所以要做投名状 要牺牲人 去打这个战 但是你这个中国 所谓的你的 用中国共产党的话来说 你的国家统一 没有了 台湾过去了 这个还有这个 另外你在朝鲜 也没捞到半点好处 河谷来着 而且最后开始 和朝鲜的关系也不好 和 后来那个156个项目 重点项目呢 工程也是应该说 和这个 这场战争有关系 换来了这个苏联 这个圆滑项目 这个 所以说从这些 基本的这个 探索来看 目前的中共 又走上了这个 穷途摸摸摸 他明明知道 这个抗美援朝 这个事情 中国吃了大亏 中共吃了大亏 但是他现在还得宣传 是因为现在的 要和美国有可能 进入某种 部分的局部需的 热战状态 所以说他要把这些东西 都提出来 弄出来 要调度民族主义 是 我想这是他的最主要的 一些想法 但是他也知道 他自己现在调度民族主义 要准备所谓热战 他在军事力量上 常规战争的军事量上 完全不是美国的对手 更不是所谓的 美国联合了所谓 无远联盟 包括日本 加起来 整个的战线 这样一个围堵的战线的 对手 但是呢 我估计他们就会 逐渐的把这个叫嚣 逐渐的向核武去换 这个方向走 胡锡进已经 提到这一点了 他是比中共那些人 看得早一点 知道 最后就是说 用那个拼死来威和 大家同归一净 超来 就是用 你用那个香港人的话 来说叫什么 超懒 懒超 懒超 一块这个 但是 就一块完蛋 中共有没有这个胆识 而且你自己 能不能做到 懒超 不要以为 现在的核武器 好像任何人 想到核战争 就是大家 全世界的毁灭 也不见得是这样 另外 因为他有现在 更新的武器 就巴黎 刚刚你要出发动 发射出来的时候 就可以 那个激光的武器 有可能弄掉 这个且不说 那个军事技术的问题 另外一点就是说 当年的 1962年的 美苏的核对制度 他的 全世界认为 也是 那个时候 但是真正的 觉得 有可能是 全世界毁灭了 核大战争爆发了 但是还是 还是苏联 首先认手 他首先 和力量不敌美国 另外一个 你都 于是俱焚 大家都不存在了 你还打什么战 整个地球都毁灭了 或者说 两个国家的 人民 老百姓和 领导人 全部都毁掉了 你还有什么 打错 所以最后 大家都 回复到 常识上来说 回复到 正常的理性来说 大家把这个 退了 把那个核武器 就从古巴撤销 撤出掉了 等等 你现在 中共你要 叫销核武器 你是不是还要来一次 1962年式的 导弹 危机式的 这样的东西呢 你再来一次 还会有什么结果呢 所以说 这些 现在这些 鼓吹战争的 他 我相信 下一个阶段 有可能 确实要向 核战争这个方向 中国的宣传机器 要向这个方向迈进 但是 我想他也鼓噪不了多久 所有的 全世界的 力量 都要来 对他进行压制 如果你 叫销核战争的话 叫销 我是核国家 你美国 不敢动我 要销销这个的话 恐怕 对自己 景象越来越不利 对自己的 整个的国际上 被孤立的情绪 只有更进一步加深 没有其他的好处 所以说现在是 所以现在这个中共方面的 这个决策层呢 他应该也清楚的 嗯 现在做这些外宣呢 实际上就是说 任何一场战争 他都要做一些这种 舆论的准备 现在呢 为这个可能的战争 做准备呢 应该说呢 也是 包括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防空洞的问题啊 这都是一种提醒 这个不仅是给自己的 这个本国的国民 发出一个信号 实际上也是做给这个 国外看 也是 那当然 就是说我已经开始准备了啊 你不需要动手吗 我们什么都准备好了 你要打 你要我准备了 等等 所以就是说这个呢 对内对外都有他的这种 发信号的这样的一种用意在其中 所以说现在呢 确实 中共啊 包括这个 他面临这个外部压力啊 越来越有点像这个60年前了 就是这种 当时是这种 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时候 那么这个 曾几何时啊 咱们这个 大概十年以前吧 当时说到这个 Chemerica 就是中美国 这样的一种概念 现在 现在似乎是感觉 像天方夜谭一样 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这个大选临近了 这个美国人现在对这种 中国的这种 负面情绪是日益高涨啊 那么现在66%的人 对中国持有负面态度 等等 那么这也是05年开始 跟这种教材以来 一个最为消极的一次评价 现在之前有贸易战 科技战 那么这个外交战 舆论战 所以说两国的关系 这个恶化这种情绪啊 是在迅速蔓延 所以说呢 现在就说 做这些宣传 因为是今天的形势 让人感觉到是越来越 这个接近啊 某种这个战争爆发的一种可能性 那么从这个1979年的 这个当时 这个中越战争之后呢 现在中国这个41年了 那么之后这是首次 是非常非常的接近战争 这一次 是吧 所以说 这应该说 这个做舆论战啊 发表这个 这个舆论这些准备啊 造势啊 我觉得这都和这个 应该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现在这个 你刚才说到皮尤的民调 这个是其实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像美国这些民主国家 他这个整个的政治取向 政治的这个大势的首相 他和民意是相当有关系的 不要小看这个民意 尤其是这个民调 已经是各个 各种各样数据 已经清楚地表明 大多数美国人 三分之二的美国人 对中国持负面态度 百分之九十美国人 对把中国的影响力 和实力 视为一种威胁 而且对习近平的信心 也处于最低点 他不能处理 所以说这个是很大的 大家知道我们过去 看过很多皮尤民调 皮尤民调 因为它是对中国的民调 过去还蛮 我们很多人 他就看了 觉得不以为然 因为他对 好像中国的老百姓 拥护中共 谴责美国 或者这个民调的数 还蛮高的 还有美国人的民调 也是对中国的友好态度 也不低的过去 但是最近就是这两三年来 起了巨大的变化 这个究竟原因何在 就是说 因为变化了 二十几个百分点 二十七个百分点 我看到一个 就是降低了 二十七个百分点 就是这么近的时间 两三年的时间 它降低了这么多的百分点 说明这个整个的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原因 就是中国共产党 是不是有一点点反省能力 反思能力 觉得 为什么美国的民意 对中国的如此敌厉 美国这是两党的 当然共产党的比民主党更高一些 就是说那个对中国的敌厉更高一些 但是都是大多数 都是超过了50% 都是6-70% 然后还有7-80% 共产党 72%的共产党 对中国吃负面太多 民主党对中国吃负面的是62% 总之早就超过一半 说这个状况 是引导美国政治的方向的一个重大的民意基础 这个民意基础不容忽视的 过去皮尤调查 我过去说了 就是说才40%来的 很多人 我们都还不大以为然 因为大家知道在中国 例如在中国进行民调 不大容易得到准确的数字 因为中国人一个 他这个整个的言论行动 这个非常巨大 包括民调的问 包括私下的问 他都有非常多的顾忌 所以这个民调都会打很多折扣 所以当时调查出来 对中国比较乐观的 现在即使是有这个 还是仍然原来存在的情况 仍然存在 但是民调的这个翻转 民调的这个对中国的敌意 增加的如此之快 你就不能不考虑 这个明显的 就是事实上的增加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为什么 中国政府 不反思一下 当然他们 我想很多民之人是在反思 但是中国 完全不提这些事情 中国的宣传机器 中国的老百姓 一点不知道 这个情况 他在世界上 处于这样一个 敌意的态度 敌意的周遭环境 被孤立的情势 我昨天还看了一个 东西 就是说中国内部的 包括国内的朋友 学界 还有其他界的朋友 我看到非常好玩 他是说 现在美国不得了了 那个疫情 人死了 死了 一波一波的 好像就是大 大温暇 整个的死的 一片 所有的美国人 大多数美国人 都考虑怎么移民 到其他国家去了 有些人移民到中国 我看到 我说这是天方夜场 天方夜场 很多老百姓还居然是 就成天就是相信这个东西 所以 这个信息封锁的 可怕 还是相当可怕 这个洗脑的情况 所以有些人 所以我刚才提到 为什么我对那个 怎么抖音 这些我不是太 其实这些都是负面的 禁绝中共的那些灌输 和放开 中国的那个互联网的 钳制 也就是说 防火长城 这些都打掉 有非常快的信息 非常多的真实的信息 让中国老百姓知道 这个局面 包括民族主义的局面 包括所有的局面 会非常快的 大大的改观 这点 我想中国的执政者 中国的执政者 当然知道 美国的执政者 应该是清楚的 不一定 就是说 现在采取的是 比较消极的办法 有所谓对等 就是说 你封锁我这些报社 或者就美国机关 我封锁你的 把对等 这个当然也必要 因为既然中共就这样 封锁 但是如果我们有实力 我们有技术力量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能够真正的拆毁 它那个墙 这才是更有意义的事情 这是 你开放 我开放 你必须要开放 你不开放 我就给你把墙拆掉 这个是联合国人权宣言 就是说 世界人权宣言里面 第十九条 出了清清楚楚的 人民获取信息的权利 对信息发表 信息言论的权利等等 这个是不分国界的 所有的国家的人民 都有这个平等的权利 或者这个权利 所以他说的那些信息主权 这些东西都是 什么网络主权 这些东西都是 违反联合国基本的 国际人权宣言 世界人权宣言 和联合国宪章的 等等 这个东西都有 有案可查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 加大 这个打开空间的工作 比互相封锁空间的 作用还要大 虽然是中国现在 你要打开它空间 是有一定难度 但是有些人说 这个违反了整个的 美国的 你要好像是去 攻击他的 什么 骇客 攻击他的 不是骇客的问题 我要打开 我还用技术量 打开 这是有联合国宪章 和世界人权宣言 保证的权利 所有的国家 人民享有的权利 这个是中共签了制的 这个和那个 所谓的国际平衡 不能去碰 它那个互联网的封锁 这些东西 我觉得是两码事情 现在有些人在 讨论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事情 才是非常关键的 而且据说是有 有些进展的 我不知道现在 美国政府啊 西方政府 是不是在这方面 要加大的力量 而不是说 把力量专注于在 中共怎么封锁 我也怎么封锁 而是终于不能够 被继续打开 而且让它 必须要强制它打开 这才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 所以你刚才说了 你说这国内 很多人 中国国内 很多人认为 美国现在整个是 这个好像人数 都要逃跑 遍地是恶嫖 遍地是这个 这个 恶嫖 砍撞这个 这个我看到 非常刺激 而且他们还到处传的 那是啊 真有人相信 美国快完了 这个遍地都是这个 遍地都是实体的 美国医疗系统 根本没有办法应付了 美国人现在都要 往其他国家逃了 就是这种 信息战这种 舆论的这种封锁 这种洗脑 有多厉害 这真的是 我们今天这个 因为话题的这个 比较多嘛 我们今天这个第四个话题 我们先说到这 沈先生 那我们接下来 来第五个话题 咱们来来聊聊 这个下面就是 有关香港的 这个立法会的 这个选举推迟 现在呢 美国这个已经是 蓬佩奥国务卿 已经是表示了 强烈的这种谴责 那么 同时我们看到呢 这个香港的 这个特首林郑啊 他有一篇这个 现在这个就是 几个小时之前吧 这个电台节目呢 这个说呢 他这个 就说这个 香港电台的节目当中 他说这个 香港国安法 已经适时一个月 基本上已经建立了 执行的这个机制 而且呢 同时他呢 说我不便透露 执法细节 来了一句 总之 都是依法办事 他提到呢 近年呢 见到有这个青年人 出现非常错误的观点 以为反对政府 或者是抗拒中央 是一条出路 林郑一鹅就说啊 这不是一条出路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个特别行政区 在一国两制下 有很多发展空间 但如果违反一国原则 或者践踏一国底线 恐怕前几年是堪育的 那么他就说到了 这个立法会延期选举 这个事情 他说呢 目前啊评估疫情很严重啊 特区政府 没把握能办到安全选举啊 所以说选委会呢 也认为呢 继续选举有很多风险 加上不少选民反应啊 就因为疫情的这个边境限制 无法回港投票 所以决定押后选举 那么他就说呢 押后选举是重大且艰难的决定 首先要考虑市民的健康 也是出于所谓这个 公正的这个公共安全 还有确保这个选举公平公正 当中 没有政治考虑嘛 他说这个选举有输有赢啊 即使这个 他举了去年 那个区议会选举的例子 他说这个 即使特区政府呢 预计建制派会在去年的区议会选举落败 也没有叫停选举啊 他说所以从来就不会 说是啊 因为怕选举输 才找方法阻碍选举进行 他还表示呢 因为民调的显示过半的市民支持 对押后选举 相信呢 所以我就想到他这个选举这个押后啊 您觉得有没有这种 可能就是说他这个用这种方式呢 来再调动大家这种神经 再调动这个事情 是不是想拿这个 这个港版国安卡来试试刀啊 还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这是明显是一个挑衅的一种行为 当然是挑衅 他不是说这个 好像就说这种怕输 仅仅是怕输 这个怕输 我觉得他有很多可操作的这种方式空间 但是怕输是这点 我对我想这里谈的 就是关于 他觉得选举的结果 他现在还没有把握 另外一点呢 大家原来我们大家的估计 全世界的议论都估计 香港实行了 中共对香港实行了 港版国安法以后 马上其他的候选人 就是民主派的候选人 有些人就会被逮捕 或者被取消他的选举资格 候选资格 然后等等 然后使得这个选举 就完全被他掌控了 所以他们就是搞这个港版国安法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现实目标之一 就是保证 9月3号 他的这个选举能够保证建制败占大多数 或者建制败占压倒性多数 你既然这些人都被逮了 很多人被逮了 很多人被 被取消了选举资格 那么 资格 那么就平均干过了 但是 港版国安法 他虽然刚才说都在这些 但是港版国安法出台以后 大家看到的情况是 虽然叫嚣得很凶 虽然那个里面非常荒谬的条例 什么38条 要给全世界的 其他地方的人 全世界的法 很可笑的 看起来是非常荒诞的 而且非常恐怖的这个法律 并没有像大家预想的 马上第二天黎智英被抓了 黄之锋被抓了 或者什么 当时的想象都是这样 如果你不跑的话 有些人就跑了 有些人不跑的话就被抓 这个情况没有发生 但是可以不发生 我这里分析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 美国的这个强大的压力开始 我就刚才说的后发之人 你现在搞了这个玩意儿 我现在就来另外一个玩意儿 我就更强的 比如港自治法 要问责的问题 哪些人要参与这个事情 我就要制裁你 我就要断你的粮 我就要把你的金融的 勾勾给你全部去掉 我美国的那个金融体系 不让你进来玩了 包括你的那个机构 要参与这些事情的话 等等等等 还有美国的还要说 看起来显然还会有后手 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办法 让香港完全就是玩不转了 而且让你个人 美国人的身家性命 这些官员的个人 包括香港的官员 也包括大陆的官员 都要受到制裁和惩战 这个东西他们也在观察 所以他开始没有这么快的 像大家预期的这样 马上逮捕黎智英 黄智峰和其他的这些民主派的人士 他也想一步步的走 他当然还是要做这些事情 但是他可能像温水处青蛙一样 慢慢做 我逮几个人 现在最近也逮了吗 又不是逮了 把12个人取消他的候选资格嘛 对不对 包括黄智峰 取消了12个年轻人的候选资格 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们也看到民主派 做了一手反制的动作 就是搞了一个初选 民主派的初选 居然有60多万人参与 这个不得了的事情 香港 你说一个民主派内 300多万人 300多万人 原来想象的民主派 包括那个戴耀廷 他们组织这个选举的 钱还得也不过就是几万人 十几万人参加最多了 因为你本身就是民主派 这些人过去受了这么多压制 而且等等等等原因嘛 咱们估计都是十几万最多了 或者几万 居然到60多万人 所以香港政府他也可 包括北京也看到这个情况 说不定那个选举的时候 就是立法会选举的时候 虽然是有些其他的功能组 这个组那个组 但是如果是真正的自由选举 那一部分 恐怕民主派也有 绝大优势 又要向前 上次的这样 也就是说有可能 他不一定得到多数 或者即使得到平衡的情况的话 民主派的这个 在立法会的撤走 使得香港以后的 推行很多东西 也非常困难 所以说他还采取一个 比较慢的手法 不要这样这么快的 这么直接的 快的得罪 美国和其他的那个西方国家 要和香港取消了引渡啊 等等这些国家 要慢慢来 我现在先一步步的来 摊头摊头 我像切香蕉一样的 先切一片 你这么薄一片 你觉得没事 这就在那儿 我再切一片 这样温手 鼠青蛙的 慢慢的把这个民主派的 所以他延长期限 使得在这样一年的时间之内 使得民主派到一年以后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候选人 或者候选人极少极少的 能够进行选举 是 这是有可能他采取了这样的战略 他没有这么快的下手 狠手来执行国安法 来逮捕人 来取消人的选举权 当然也取消了一些 就是最近 但是他是慢慢来的 慢慢来的 他希望那个 不致引起国际社会的 极大的反弹 而把香港 那个 你看就是说 这个刚才 全部制裁 林郑 林郑的这番表态 这个话 实际上我觉得 也是这个 这个暗带杀鸡 或者说是 一种警告 你看 就是不是出路 抗拒这个所谓 反对政府 抗拒中央 不是出路 那么恐怕 如果你违反怎么样 怎么样 恐怕前景是怎么样 怎么样 所以说这个 已经是 我觉得已经点了题了 他就是 意思就是 你要继续这么做 那估计 没什么好果 没什么 所以他把这个延长 是 有可能他想保证 下一次选举 就是成为一个 就是像中国国内的选举 类似差不多了 就基本上 完全为他掌控了 就是这样一个 但是他没有时间 是办不到的 这个他说什么 疫情 这个是完全扯淡了 你这个整个国 就香港也好 中国也好 都在上班 大家平常在街上 商店也还是开门的 虽然是有疫情 虽然是有一些反复 但是整个机器 还在运作 那为什么选举 就不可以运作了 对不对 你这个东西 说不过去 所以他这个明显借口 这个是非常拙劣的 但是他是可能想延长这个时间 来 把这个痕迹抹掉 把某些该抹掉的抹掉 该除掉的除掉 但是他这个延长选举这个事情 我觉得也是双刃剑 也是双刃剑 你延长了没准 明年的那更难 明年的情况怎么样 因为中间的还有 国际还有重大的一些措施 都知道这中间国会出台 整个的情况和百口能出现巨大的变化 你像开始他搞国安法 就开始采取闪电战 我让你迅雷不记眼耳 迅速地把这个加上去 他觉得他很得手 但是他这个选举这个事情 他不敢了 看到那个60万或者怎么样 他就采取这样一个办法 他这个能不能得手 我还是表示怀疑 他这个因为整个的在一年 在明年选举之前 香港的问题怎么变化 国际的在中国的现在的体制 和国际社会的冲撞 受包围的这个冲撞 会出现哪些重大的事件和变数 他们现在都没有 你都不知道 所有的都不知道 你以为拖延到明年 你就有好果子吃了 没有 双刃剑啊 这也是双刃剑啊 你这样想 人家这个 反对派民主派人家 人家也在集合力量 也在这个做 对不对 不是都只有你在 在这个 对而且有些他也在 把核法的钱 比如他搞个初选 他这个初选 又不是官方选举 对不对 我这是我这个派别内部 就是我这个党派内部 做一些党派活动 这个我推出我的候选人 这个你也管不着嘛 对不对 所以他民主派也有 他有他智慧 他也可以推出各种反制的措施来做 所以这中间有很多博弈 再加上巨大的国际环境的变化 就是 虽然香港被你那个拿过去了 但是巨大的国际环境变化 到时候香港的选举究竟怎么样 还不一定如理所调的 怎么你的如意算盘 能不能打通 还非常成为问题 好的 谢谢陈先生 今天我们这个五个题目呢 这个 我们嘉宾专家解读呢 先到这儿 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请这个 加入到我们这个 让我们的这个 专家一起来讨论 还有加入进来 那现在已经有人举手了 捷机呢 已经是等了很长时间了 那我们就请这个捷机来说几句 因为我女朋友是台湾人 我女朋友就非常不同意 你们说中华民国关于十一段线的主张 是完全非法的 因为 没有说非法 我没有说非法 我说这个时候来提这个事情 为什么不能提呢 是在政治上却考虑的 这个关系到一百六十万台湾渔民的权益啊 为什么不能提呢 而且岛内对于蔡英文不去太平岛视察事情 蔡总统不去 马英九去了 那个陈水扁去了 李登辉去了 蔡英文不去 在岛内很多民众是表示失望的 因为太平岛是中华民国固有的将军啊 我要说这一点啊 因为关于那个所谓仲裁法案 没有把这些岛屿去得开 但是台湾的政治家都清楚的 因为太平岛非常大一个岛 它不是那种岛礁 它和其他的那些岛礁不大一样 你注意一下 台湾现在的地图还在包括十一段线 我们台湾的人是不承认中共的九段线 我们承认的是1946年美国人出船 带领着台湾那两艘军舰 从1946年到1948年2月 划定了中华民国南海疆域 记住这是美国人支援中华民国划的海疆 不是说台湾自己在地图上划一下就完了 而且1948年12月1号中美刊特小组的报告里面 递交的地图 就包括南海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现在主张的大分海域 还比台湾人的主张还缩小 你怎么肯 你告诉我台湾人为什么要放弃在南海的主张呢 放弃 只是说就是现在这个时机呢 因为中共也在炒作这个事情和这个美国正在互相在杠上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是实际上是替这个 有这种替中共发声或者说替中共这个 助他一臂之力的这样的一种一种效果 是说的是这个是吧 而且再另外一点呢 就说的是个回到这个台湾的1946年那个事情 是当时还是在罗斯福总统的时候 是当时是台湾是加入了这个盟国 当时是确实是这样一个说法 但是这个说法从来在法理上没有得到 国际政府任何正式的承认 就是说这个什么叫十一段线 就是说十一段线里面的框进来的海域 都是中华民国的内海吗 这个是现在我看见的法律界的人士 这真是美国是认可的 而且是美国人主动邀请 因为当时台湾是不想 中华民国蒋政府 蒋先总统时期是不想话的 是美国人出船出人出力 棒的 你总不能是现在就不认账了吧 而且这个南海这个整个海域 台湾渔民的利益是很大的 我不可能是说是因为一味的 因为台湾的安全需要美国 就完全抛弃台湾的自己利益 这怎么可能呢 还有你提到的说五眼联盟的事情 我仔细问过我在日本留学的同学 他们在日本的媒体从来没提到过 而且日本的普遍的网友的看法是 连独门和野太郎这个人 嘴巴一向很大 而且日本的很多重大决策 如果他要想政府有这个通气的话 会在独卖新闻等媒体造势 再一个河野太郎这个人嘴巴很大 一般宣布这种消息 一般都是监纪人或者监纪委 这两个人说 而且日美情报互换 美国人不可能让日本的情报 分享出去 因为五眼联盟内部也并不是说完全的利益一致的 明白了吧 这就是你提到香港问题 我在香港生活 你说的中共DQ什么的 这个想太多了 民主派都有plan B 而且9月6号我们会有个大三霸和游行的 不是像你想象一下就打压死的 谢谢 是没有 我就是说没有打压死嘛 我你这个误解 我就说 我们现在是前提前提那个11段线的问题 11段线的问题 大家知道这个事情是当时是并没有在国际法上固定下来的一个说法 只是当时在这个油层画的这个51条虚线 再说了仲裁法庭那个判决 它是在一个法理上 这个国际法院 海洋国际法院 海洋法的法院 做了一个判决 这个是在法理上是有效的 是大多数国家认可的 尤其是签字国是认可的 这个是他对这个地区的归属 这个仲裁法庭的裁决 是一种有法理根据的 是符合在现在说法 是在规则之上的国际秩序 他是在这个秩序确立了 陈先生 这是这样的 咱们这个看什么 咱们这个看看这个 这个维基的啊 维基百科上面这个怎么说 这个九段线 中华民国称为十一段线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称作南海断续线 越南称为牛舌线 那么中华民国是在1947年 提出十一段线的 现在仍然是民国 对于这个南海国界的根据 53年的时候呢 是当时周恩来主动移出了 十一段线当中的 北部湾的两线 最终成为现今的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主张的 九段线 另外呢 在2014年这个六月出版的 中国地图当中呢 南海群岛不在以插头形式 而整合到整个大体当中 所以说呢 界线比之前又多了一条 而被称为十段线 所以说这是这个 关于九段线的法律含义 或者十一段线的法律含义 国界线 历史性水域线 历史性权力线 岛屿范围线等多种主张和解释 那么14年3月时 菲律宾向这个 常设的仲裁法院 即要备忘录 来决定了这个 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张的九段线 是不是在这个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 有法律依据 那么16年的7月12号 这个法院呢 这个就这个 做了判决 裁定了这个九段线范围 拥有历史权力的说法 违反了这个 海洋法公约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外交部表示 该裁决是无效的 没有拘束力 其不接受不承认 那么历史 我们再看看这个历史 那么就说 这个民国时期 这个到底是怎么弄的 那么在1935年的时候 4月呢 法国是派了军舰 运了这个 30多个这个越南人 的常年居住南沙主岛 占据了这个 包括南沙主岛在内的 这个西沙南沙 两个群岛的六个岛 后又扩大为九个岛 那么也就是 法国占领九小岛事件 当时呢 因为国民政府 无暇处理这个问题 仅仅成立了 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 和表达了抗议 并且在1935年 出版了 中国南海岛屿图 至北纬寺的这个 四渡的这个 南海江界呢 用这个国际线来标识 标识 那么这实际上 北纬寺线就是 这么暗杀嘛 那么这个也就是 现在中共继承的吧 那么抗日战争爆发之后 日本为推行这个南进战略 从39年3月起 日军从法军手中夺战了西沙群岛 3月底又攻占了南沙主岛 月9号 日军为了杜绝后患 驱赶了占领南沙部分岛屿的 这个法军和越南渔民 那么不久呢 日本的海军陆战队 气象情报组等等 那么这些呢 就这个这个 来这个分别进驻了 西沙的永兴岛和南沙主岛 那么1946年 这就是到了十一段线 这个确定的这个 这个历史 我们再回顾一下 46年的10月5号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呢 法军是占领了越南的全境 包括西沙领岛南沙主岛 和西沙南沙的部分岛屿 在岛上建立了石碑 那么国民政府对法建的行为 提出了抗议 并且决定了当月 以及1947年1月4号 和法防谈判 但是因为法国呢 因为这个越南战事紧张 而放弃了谈判 1946年的2月9号 国民政府呢 重新占领了领导 改名为永兴岛 那么现在仍然的叫永兴岛 那么中国也叫永兴岛 那么12月的10号 国民政府占领了南沙主岛 并且命名为太平岛 树立了这个青天白日会的石碑 12月12号 国民政府呢 是重新驻兵太平岛 派遣海军 对南海海域 及南海诸岛交 进行实测 并绘制了南海诸岛的地图 包括这个南海诸岛位置图 西沙群岛图 中沙群岛图 还有南沙群岛图等 那么这个1947年的 这个1月17号 法国军舰东京号呢 到了西沙群岛 那么所以呢 18号呢 这个中华民国驻 法国大使钱泰 发表声明呢 说西沙群岛属于中国 1月19号 法国军舰在西沙群岛登陆 那么当时的外交部长 王世杰约见了这个 法国驻华大使 美里尔 就法国军舰东京号呢 在西沙群岛登陆 一时郑重表示 西沙群岛之主权属于中国 1月21号 国防部长白崇禧宣称 西沙群岛主权属于我国 不仅历史地理上有所根据 且教科书上一早在明 去年敌人投退出该群岛之后 我政府急派兵收复 本月10日 有法国侦察机一架 飞灵侦察 这个就是责令期退走的呢 那么1月24号呢 法军是再度登陆这个西沙群岛 那么中国政府和 向对法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并且派军舰 复这个西沙群岛巡视 那么1月26号外交部的 这个官员何凤山说呢 这个西沙群岛主权属于中国 那么汉马富波呢 曾经到这个该岛 这个宣同二年等等 那么李准呢 也是玄机名炮 正是成为中国领土 那么根据1887年 这扯得更远了 那么1887年中法条约规定呢 红线以东属于中国 故无论在历史上地理上 西沙群岛均为中国领土 法军事登陆 军事非法等等 那么这个后来 我们再看看啊 这就太长了 我们就选择这个重要的 这个啊 那么就是到了 就是47年是去做这个啊 2月4月5月 都有这个关于这个南海的 这些这个动作啊 那么这个内政部呢 是5月21号啊 永兴中业两个军舰抵达啊 南沙群岛的太平岛 驻守南疆 12月1号 内政部核定公布南海各岛名称 这些岛礁是中国固有领土啊 自尽国防部会从各有关机关接收之后 整顿军事由这个内政部命名 一东沙群岛包括什么什么 二西沙群岛包括几个几个啊 三中沙群岛啊 四是这个啊 这个还有这个啊 我看四就是啊 还没有第四啊 就到这为止 那么内政部重新审定了南海 诸岛地名172个 并且进行公告 原来的南沙群岛改名为中沙群岛 团沙群岛改名为南沙群岛 同时出版了这个南海诸岛位置图 作为现代中华民国南海地图的重要蓝本 南海诸岛位置图 国界线最南端标在北纬斯都啊 那么在这个南海海域中 完整的标明了 东沙群岛西沙 中沙和南沙的位置和岛屿名称 使用了11段国界线 签订了中华民国南海海域的范围 那么48年的2月 中华民国内政部公开发行啊 这个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 主张了啊 中华民国政府对南海诸岛 还有临近海域的主权和管辖权范围 那么其复图呢 南海主岛位置图 也就标明了这段 这条断续线 那么这条断续线 经过中华民国政府审定 标绘在这官方地图上 是这个对外主张的立场 那么49年 国民政府签台之后呢 从这个西沙和南沙群岛撤军 失去部分十一站线内的岛屿的实际控制 除了中华民国 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越南 菲律宾 马来西亚 文莱 印尼 这些国家呢 独立之后 直接声称对十一站线内的这部分岛屿 更有主权 那么这就是民国时期的 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言 这个意思 脉络 对 脉络 最主要的关节点就在于 第一个 你承不承认海洋法公约 中国和这些国家都签了字的 第二个 就是说海洋法公约是不是有约束力 如果是签了字的 是不是有约束力 第二个 就是说那次仲裁法庭 海牙仲裁法庭的审判 这个仲裁 是不是是一个法理上的 国际法上的 已经写下来的规矩 这个东西 它是根据海洋法公约 来做的这个裁决 大多数国家是承认这个裁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 而且它是否定的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对这些主权的身所 包括民国这些东西 是因为很长 刚才这个安法一年了 现在国际上最大的 像美国过去最基本的主张 是那些海域 南中国海的海域 那个自由不算岛屿 就是海域在 这个是应该是国际水道 是自由通行的 这个是大家都最后都没有一意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实际上和那个所谓的几端线 是有冲突的 但是这个是大家定下来的 第二个就是说 仲裁法庭这个裁决 根据海员法公约 是包括中共也签了制的 等等是所有的这些国签了制的 成不成这个公约 是不是在这个公约的框架下来判断 因为讲历史讲起来很长了 而第一个海域 是不是公海 第二个就是这些岛屿的归属 那个仲裁法管不管用 起不起作用 成不成它的合法性 这是两个关键点 我个人认为觉得 还是应该承认这个国法性 但是那个里面的 包括太平岛 这些很大的岛 不一定算岛礁 这个可以谈判 包括有中华人民 如果是中华民国 我是中华民国 他有这个主权主张 可以和其他岛屿谈判 最后其他国家谈判 周边的国家 刚才提到这些国家 谈判决定这些归属 但是就是说仲裁法庭 所判定的这个东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些 绳索是无效的 我觉得还是应该尊重 这个仲裁法庭的 裁判 因为它是根据海原法公约 而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签字承认的海原法公约 所以说这个应该是 按照国际法的基本的准则来说 应该是如此而已 至于具体的有些主权 有些岛屿的主权的身手 这个大家互相 将来是很长的历史 大家慢慢谈 如此 这是我的立场 我觉得这点是不容置疑的 我们这个立场 立场会有多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有些说法 就是包括被 中华法院否定的那些说法 我认为那个否定 是站得住脚的 接下来请 黄丽萍先生发言 谢谢安华 刚才陈博士 在一些技术细节上 分析了 前面那个叫什么 结什么同学的观念 我想从价值观上 批判一下这种野蛮的东西 就是说 现在就是无论是毛泽东 一直到习近平的那个 共产党政府 或者是蒋介石领导的 国民政府 他们 他们股子里面有个东西 就是民族主义 这一面 破步或者是 这丑步吧 爱国主义这个东西 他们在强调自己的 一百多万 或者一千多万 人民的利益的时候 他们对别人的利益 是不如考虑的 对吧 并且在 所谓国家实力足够的时候 他不惜动用国家实力 这是他们经常挂在嘴上 他捍卫自己的利益 对吧 那唯一的区别就是 台湾没有这个实力嘛 共产党有 对吧 他们本质上是一个东西 那么我想这个世界上的难言 还有一面破棋或者大棋 就是极丹的宗教主义 像土耳其 伊朗玩的那个东西 他们不单利用极丹的民族主义大棋 掩盖自己的邪恶 还有一个极丹的宗教信仰的 那种东西 固执的东西 排斥别人的信仰 坚持自己的东西 不需要武力征服别人 这两个东西 就是说基本上就是 在二战之后 这个世界动漫的根源 就是说 真是我 我觉得华人里面 最伟大一个政治家 就是 那个 那个刚刚去世的李登辉先生 我很兴奋 我在两天前代的评价 我今天听到那个 那个陶杰先生的评价 我们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想到一心去了 他是难得的一个 整个华人 我都不能讲中华民族了 华人中一个 城市上文明人的一个政治家 他真正是想 就是走向现代文明 这个是在整个东亚 特别是在大中华区 看不到的 特别是在中东那种野蛮的 以自己的信仰为极致 别人的信仰 不尊重的那种野蛮的 那种极丹的势力 是不可理喻的 那就是什么事呢 就是二战以后 像我们知道的 北美和西欧的这种文明的 这个处理国际事务 文明的处理民族矛盾 以及阶级矛盾的这种 这种这种价值观 所以我再次赞美一下 李登辉先生 我脱去所有除了李登辉之外的 华人政治家 好 谢谢 好 谢谢 那么接下来请这个 陈先生我们再请这个七七七发言 好 谢谢 安先生好 陈博士好 你好 你好 是这样 刚才那位号称人在香港 女朋友在台湾的网友 我这么说吧 就是说 你当然这个 就是说 你可以不同意陈博士的意见 但是 你特别你作为一个后辈 最好能放尊敬点 这个 我觉得你一口一个 这个我告诉你 实在是 实在不是你 这个岁数人该说的话 然后 我来说一下 我的观点 因为我 怎么讲 你说特别是 代表到 代表到我们日本这儿来了 我的天 那我坚决不同意 那个 那个 首先是这样 河野 河野太郎 你甭管他大哟大嘴 他做 就是自民党 是这样 自民党不是安倍一声令下 就什么的 不是说菅义伟出来这个 出来说句话 就就代表我们党要统一思想 不是这个样子的 他自民党内部 这个 特别是日本的 这个自民党 作为一个其他党派 无法企及的 这样影响力 这么大的一个党 很多时候 他内部是不同意的 都是他内部有派 有不同的派系 会有不同的意见分歧 那这个时候 某些人 他出来说两句 他自己的观点 那 他也只是说 他发表了 他或者他 那么一群人 他那个圈子里 一群人的想法 有这个想法 最后 就像我这几天 一直在说这个 关于抖音 和那个 那个微信 以及这个中国 就是相关的这些 AVP的 这个这个事情 就是他们也是 自民党内的 一群议员联盟 那个那个 他们带头 那个人叫甘利明 跟跟这个 河野 跟这个河野太郎 什么 还有菅义伟 什么这些人 就是没到 那个层次的人 他一样可以发表 他的这一圈子 这个圈子人的观点 然后他把 他提出一个议案来 然后去提交 国会审议 这走这个流程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说 这不是 并不代表说 日本的主流社会 不希望加入五眼联盟 当然了 就是说 把日本上升到 五眼联盟中 第六眼 这个 我个人觉得 就是确实 日本没有做好 这个 跟这个 这个美英 这些系统 利益绑定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准备 我认为是没有做好 但是 怎么说 首先说 日本因为日本前 日本是确实是 如果有可能 不希望跟中国搞得太精 就是 包括在前一阵 那个就是 他 就是 回绝这个 习近平访日的时候 一开始 这个也是自民党内的 议员 联盟 来提这个 提的这个意见 最后政府来 就是政府同意的 他们最初说的时候 说的很 很殆尽 说这个 香港现在发生这个情况 我们不能无动于衷 当时说的很殆尽 实际上最后来公表 公布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说的是 这个 我们当然希望 这个习近平主席 访日推进 这个两国关系 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但是眼下的这个气氛 实在不合适 就是他最终会通过 这种软化的方式 他来 他来把自己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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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姿态向低 但是该做的事情 他 他还是会做 他不会说 那个傻 一犯傻 站队 站到 站错了队 他还不至于这么傻 对 然后 我最后 稍带手 说一下台湾的 那个 就是他在九段线 这十一段线上的表态 就是台湾 他当然是 你说是他为他渔民利益 考虑 他当然可以坚持 这个 而且我认 当然我这一点 跟陈博士的这个 观点不太一样 我认为这个 谈不上 这个东西 民主 你说西方国家之间 他也有他的利益冲突 这个东西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 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他们之间的 这个利益冲突 跟这个 他们跟中共之间的 这种 不是一个量级的 这个东西 可以 他们可以压后自己 慢慢讨论什么 这种情况 而且 就最关键的一点 台湾从来 他没有一个字说 我我支持这个 支持对岸 这个什么 他没有说到这个程度 我认为 就谈不上 帮助中共 他只是谈出 他有他的一套 这个解释 这个对这个问题的解释 不代表说 他他去支持中共 我就说这么多 说了有点多 不好意思 没事 谢谢 主要的意见 我都还是比较同意的 我不是说原则上 台湾不可以坚持 他的一些立场 因为将来 如果是中华民国 真的是有了 怎么样怎么样的情况 就巨大的政治变化以后 他有可能说这个话 但是我是觉得 从政治技巧 外交技巧和 固然的实际来说 说这个是不合适的 是对台湾的国家利益 有所损害的 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从具体的政治技术 政治技巧方面来说 不见得是合适的 或者说是有损于台湾的 这个当然可以争论 究竟是不是有损于 我个人认为是有损于台湾的 至于他最终的立场 我觉得将来还会谈判 这个事情当然不会完 不会了 但是总的来说 我的原则的立场是说 国际法的准则 而且是大家签了字的 那些海洋公约 这些东西 必须要 如果是有法庭裁决 是这样的 必须要尊重这个法庭的裁决 仲裁法 务院的裁决 这个是 我觉得是 我们作为一个国际 让任何一个文明人 或者是一个文明国家 是现在是 最需要尊重的 而且特别是对 中共 现在世界上 对中共最基本的 根本上的反击 我们先不说历史形态 我们说是在国际法层面上 就是说他不尊重 这个以规则为基础的 国际秩序 这个是中共 他随时可以 他只要觉得自己力量强一点 他就可以推翻 力量弱一点 他就可以软 这种东西完全对 规则完全 视于无误 这样一种 这种极权国家 是完全不可取的 我想这一点 大家恐怕 大家有共同的 同意的立场 好吧 我们这个事情 大概就考虑了 我们就这个 就此这个 把这个话题呢 就这个话题 就先放到这儿 实际上这个话题 也是我们刚才说到那个军队的这个衍生这个话题 是吧 南海的事情衍生出来的话题 结果没想到现在这个有点有点跑题了有点走偏了 但是现在呢也好让大家反正 讨论讨论一下 澄清些事情也好 是是是 所以我们现在呢 我们就这个 看网友呢 还有没有发言 如果没有发言呢 我们就请进入到我们今天这个最后的总结 这个金钥 概括的一个阶段 这个陈先生来为五个话题呢 来进行一个金钥的这个 这个总结 好的呀 我们第一个话题就谈到了抖音的问题 对 就是说我觉得抖音这个问题呢 目前还在争论当中 我个人是 就地上 是知道白宫内部也有些不同的意见 我比较支持蓬佩奥和那个博明他们的意见 就认为 如果是美国公司 例如微软或者是其他公司也好 能够 彻底的收购这个东西 我也是一个解决的办法 我不认为这个解决的办法就是影响了美国安全 而且这个抖音的问题 我觉得吵得这么热 实际上和目前的美中关系也好 国际大使也好 两大最主要的主题 一个是香港 这个中共违背这个中英联合声明 而且采取强横的 闪电站的蛮横的手段 搞这个国安法 这个我相信下一步 似乎应该更多的集中 这个另外更大的一个就是疫情的问题 追责 这个不能让其他的眼花缭乱的事情 妨碍了这个国际态势 最近几个月来 从年初发展到现在 这个还是各个国家心知念知的根本的问题 大家觉得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重要的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上 原初的这个原初的这个东西 虽然是说好像几个月之前了 但是非常非常重要 它是所有的 它本来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这个是中共是有巨大的责任 所以这个问题是将来的重点 所以抖音的问题 我相信会找到一个 妥当的办法解决的 而且恐怕我也相信 只要是脱离了中共那边的关系 抖音的美国的 这样我估计将来还是会有的 就是说其他公司或者怎么样 处理这个 把它完全接收过来 以后可以发展的 没有 我个人不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安全问题 就是说如果是其他的美国公司 已经把它接收了的话 买过来的话 就大概就这个这个是问题的一个基本的 我们刚才讨论的一个基本看法 第二个看法就是习里之间的内斗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习里内斗 现在已经是不可否认了 就是他们的公开的那个政治的路线不同 形象的不同 就是整个的他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确实已经出现了 第二位 就是说可以和习近平做某种潜在的竞争对手 虽然在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个位置 但是潜在的竞争位置 这个位置已经出现了 将来他会对中国潜在的 如果政治有变迁的时候 这个潜在的政治对手 这会出来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 政治变迁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发展 公开化 而且习近平现在也没有力量 也不大可能用通过像反腐啊 或其他的阴谋办法来打掉 其他的政治对手一样的 把他判决掉 那个基本上是不大容易了 就是很可能是不能了 我觉得这是很重大的一个政治发展 第三个就是关于 第三个是盟邦的六言 日本成为六言 五眼联盟 就是有消息说 日本可能参加到五眼联盟 成为六言 这个我觉得大趋势是可能的 而且各方面 两方面都有它的需求 虽然是日本是和其他的五眼联盟国家有所不同 从它的历史渊源 从它的根基来说是有所不同 但是在目前在国际这个结盟的大的态势下 从基本的价值立场来说 我觉得日本加入进去 是还是有利 利大于弊的 而且对日本的国家利益和整个的国际社会 反制中处共产党目前的一种进攻性的 对国际社会的这个进攻性的态势 这方面是需要的 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可能性也是相当大的 就是说它成为六眼联盟之一 而且有构格 有构格 对 这是一个 另外就是关于在皮尤民调 我们刚才谈的 皮尤民调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大的发展 这个是代表了 基本上最近几个月来 日本的 中美国的甚至包括西方国家的民意 都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 在历史上非常罕见的 非常快的一些历史变化 这个变化和中共最近的几个月 从1920年年初执政的这个措施 特别是和习近平先生本人的执政方式 和他的这个总体的对国际社会 咄咄逼人的一种挑战的态势 和技巧都分不开的 它是非 技巧当然说是它是非常拙劣的外交技巧 而且挑激入了全世界的 就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人 所以说它这个会影响到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 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甚至在这个民调某种意义上可以反映了 中国共产党在往下的一段历史时期 是会非常的不好过 甚至会面临重大的危机 就是对 再一个就是关于 立法会的问题 立法会的选举 香港立法会的选举被林郑月娥政府 要推迟到一年 这个事情是 我想是 当然是 包括林郑月娥恐怕也 包括他背后的北京政权 习近平政府 他们的一个盘算 就是唯恐 他非常害怕这次 而且也现实的有些迹象表明 他在9月3号的选举 他不容乐观 对于习近平政权和林郑月娥的政府来说 不容乐观 所以他想推迟 希望到那个时候 通过慢慢的消化 解决掉香港的民主派的政治力量 使得在一年以后 有完全的把握 能够掌控立法会的选举 所以他推迟 而这和他最近一段时间 他比较低调的处理 或者比刚刚用闪电站 通过国安法 比较相对来说 通过了以后 比人们预期的稍微低调一些的 速度慢一些的处理 镇压香港的民主派人士的这个步伐 分不开的 他们采取的是温水族青蛙的渐进的政策 来慢慢的消掉民主派的影响 然后到一年以后可以大功告成 但是我不认为他这个策略是有很大的把握成功的 因为这一段时间恐怕国际国内的局面有非常剧烈的变化 会出现非常多的变数 用他们习近平的话说 黑天鹅层出不穷 所以最后是怎么样 很难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走 历史 就是这一种 好的 我们这大概就谈这些 好 谢谢陈先生 谢谢陈先生 谢谢我们的网友 谢谢我们的观众 谢谢导播 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 就到这里进行了两个半小时代 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的也挺 这内容也挺多 陈先生 这个分析和总结概括的这个观点呢 也很明确 也很精彩 也感谢我们的网友 感谢我们的网友 感谢他刚才参与 大家讨论 对 李先生 还有777 还有这个节肌 还有这个 我们今天这个 虽然人数不多 但是说的内容挺多 感谢大家 也再次感谢我们的 这个所有的观看节目的 这个观众朋友 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欢迎您的收藏 分享 点赞 对 陈先生 陈先生来说 好 谢谢安华 谢谢各位 大家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 再见 再见 好 再见 再见 谢谢 再见 好 再见